好啦,在下面的部分 我們就要進入到真正屬於陸地植物的部分 一般來講到這個階段 通常我們到了 所謂的胚生植物這個部分呢 才真正把它放入到現在的植物 所以我們這樣說五戒說,五戒說 其實 如果你要單純去看 現在五戒說裡面的植物界呢 主要涵蓋的是陸地植物這個部分 陸地植物這個胚生植物的部分呢 其實大致上你們所知道所念到的 一般都是螺子植物跟開花植物這兩大部分 但是呢,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苔藓植物,蕨類植物 在整個地球上呢 包括它的整個親緣關係 包括它的重要性 事實上都還非常的高 那,苔藓植物們 這個部分 我們如果單純上陸地植物來看的話 反正每年只要 當然每幾年就會被推翻一次 那個最早出現在陸地的植物是什麼 反正你也不用去管它 化石證據一直會改變 當你有人找到更新的時候 就會去推翻原來的 那在進入到陸地的部分呢 一直被認為是 綠藻裡頭的輪藻 現在的證據 剝刮分子證據 也是這麼認為 好,那問題上的陸地之後呢 怎麼走 無維管束植物 維管束植物 然後維管束植物裡頭 又所謂的 無種子植物 種子植物 種子植物裡頭 又螺子植物 又被子植物 事實上 螺子植物 被子植物也不是單一的起源 所以 整個起源關於在這裡頭 是非常的繁雜 複雜的 好,那我們先講 無維管束植物裡面 大致上可以有三個主要的分類群 顯類、角顯跟胎類 那這三個其實也是獨立的起源 但是他們有個共同的特徵 他們是以配子體為主的世代 包子體、配子體 互相交替 而且通常他們的包子體 是依附在配子體上面生存的 所以 台顯植物、無維管植物的主要的流程 主要的生活史 都是配子體為主 然後呢 到了褶類植物 剛好介於中間 你所看到那個大大的 很漂亮的 植物體呢 都是包子體 但是你在包子體的上面 可不可以找到配子體 一個成熟的植物上面 理論上你找不到配子體 它的包子體跟配子體都是獨立存活的 所以一般來講呢 你在它 包子體的下方 潮濕的土壤表面 你會找到那種大約 0.1公分到0.5公分左右 那種一個綠色的團塊 覺得不同的物種有不同的形狀 有些像 現在我們在講的鳳尾絕或一般的絕 它會比較呈現心臟的形狀 其他可能會是棍棒狀或不同的形狀 那是什麼呢 那是它的配子體 所以它變成到 包子植物的時候呢 它是包子體跟配子體獨立存活的 所以褶類植物都是這類型的 好 那到了什麼呢 褶子植物 配子植物呢 你根本找不到配子體 它的配子體已經限縮到 非常非常微細的構造 熊的配子體 基本上就是花粉 蝕的配子體 基本上是那顆胚粗 七個細胞八個核的那個結構 一般你們在高中生物學應該都有唸 所以整體上來講 你所看到的都是包子體 然後呢 褶子植物跟配子植物呢 你也看不到它有任何的什麼的 獨立生存的配子體 好 所以很有趣的一點就是從配子體為主的 配子體 包子體都可以獨立存活的 到包子體為主 完全在這個清源的部分 走的分支是完全不一樣 好 那在陸地植物的演化裡頭呢 大致上推估回去陸地植物演化的歷史不長 跟地球歷史差來比的話 大概就是十分之一 四億兩千五百萬年前 這個十點前後可能會有一些掉痘 但是大致上就是四億多年前 那在水域環境底下 因為在某些特定條件底下 水可能會乾掉 水可能會減少 所以開始有必須要抵抗部分乾旱的條件 慢慢的轉變成陸地生存 所以它本於是從水走到陸 所以我們現在所知道的生物體 最早發生都還在水域的環境 從水走到陸基本上花了很多的 演化的時間 那當然呢 有些條件也很重要 這些陸地植物呢 本身來講主要就是吸收二氧化碳 跟藻類一樣 吸收二氧化碳 然後釋放出氧氣 供給其他的生物使用 還有呢 地球的形成 我們主要的能源 都還是來自什麼呢 太陽的光能 那這個輻射能到地球表面的時候呢 其實除了我們現在的可見光之外 還有一些屬於 短波長強能量的輻射線 包括了什麼呢 紫外線 那紫外線呢 其實對不管對人 不管對動物 不管對植物呢 都是傷害 它的傷害是直接針對細胞核裡面的DNA物質的傷害 所以其實我們開玩笑說 你今天在海邊曬太陽 事實上是拿你的皮膚在做賭注 當然我們皮膚的替代速度很快 我們的更新速度很快 但是如果你的更新的速度 在過程底下有產生變異的話 對不起 好的話還只是一個突起的小的席肉 不好的話就是什麼 皮膚矮 那本身來講呢 我們稱自己為黃種人跟 所謂的黑皮膚的非洲的黑人呢 我們身上帶有的黑色素基因 所產生的黑色素 其實足夠抵抗我們所在環境的UV光 因為黑色素的原理其實很簡單 就是吸收了UV光之後 然後自己降解掉 然後再產生新的 等於是一個替代 所以呢 麻煩請那個喜歡用那個 一些美白產品的同學呢 自己想清楚你們要面對什麼樣的條件 我知道現在還有什麼果酸換膚啦 還有一些特殊的東西 最好當然還是需要一些保養 不是保養講錯 一些防曬的東西 尤其你到海邊 那其實在我們發展這些東西之前 整個地球環境裡頭 就有產生了一個很特殊的結構 就是Ozone 我們在整個大氣裡面 有一層的臭氧層 這一層臭氧層呢 會形成循環 它光線太陽輻射下來的UV光 會造成 會受到Ozone的O3的吸收 然後O3會裂解 在性情循環 問題是紫外線就進不來 所以為什麼說那個 南極的天空臭氧層破掉之後 很多人很緊張 原因就是這個UV光直接下的一個現象 好那 因為Ozone存在 所以本身來講 陸地動物植物就避免了大量照射紫外線的一個現象 好那再來呢 陸地植物演化現在所知道當然是從綠藻裡頭的輪藻上來的 原因很簡單 第一個我們都講過 光合作用色素 因為只有這一群的生物 用葉綠素A跟葉綠素B 除此之外還有β酷蘿蔔素 再者呢 它的結構來講 它的葉綠素基本上內囊體的結構 是相同的 輪藻類的葉綠體 它裡面類囊體還有質體 基地的結構 通通都是跟陸地植物相近 好然後呢 也只有綠藻這個系統 走的是Starch的一個儲存 其他的可能是什麼呢 荷藻澱粉或金荷藻澱粉 或相關的一些果膠 或者含有瘤結構的多糖體 但是呢 綠藻這個部分 是真正會形成Starch的一個過程 這跟陸地植物是一樣的 然後細胞B的結構也相近 包含了纖維素 包含了半纖維素 那 這整個過程底下呢 當然 最大的問題 第一個 水會是 你要進入到陸地 水會是一個很大的限制因子 一般來講 藻類因為旁邊都是水 所以它獲得水不是問題 但是陸地結構向來之後呢 水就變成問題了 尤其是你又要開始往上去競爭光線的時候 你必須把個體變大變高 水就必須要能抵抗地心靈力 往上拉到光合作用器官的一個構造 所以需要大量的淡水 因為需要大量的淡水呢 所以在植物體裡頭形成了網狀的結構 這在無種子植物 就是所謂的包子植物 到了螺子植物跟被子植物呢 最明顯 它進入到了 這個構造 外部形態 內部解剖構造改變 所以形成了根 經驗的構造 尤其需要大量吸收水分 這個根的結構 就變得非常的快速發展 甚至一些所謂的乾旱植物呢 你去拔 你看到地上30公分40公分 你根本拔不起來 它地下部分可能是地上部分的三倍 因為它必須要去找水源 好 那 這樣類型的東西呢 因為水變成一個限制因子 你必須大量的水 在植物的組織裡面 就必須要有很好的 什麼呢 各種運輸水分的構造 所以發展出來圍管樹 包含了圍管樹的木質部 嫩皮部 還是以水為媒介呢 在進行物質的傳輸 包括水的一個運送 同樣的你要有水的保護的機制 就是 怎麼說呢 你今天很簡單一點 就是說 你去拿到 譬如說綠藻 譬如說褐藻 你把它放在空氣裡頭 隔了一段時間它就乾掉 它水分增上的速度非常快 但是你同樣去採一個浮木的葉子 後面都有 或者去旁邊採一個象牙木的葉子 你看看它多久它還會乾 它的水分膳絲的速度 降低非常多 主要是表面 這個Wax的 這個蠟質的表皮形成 那上面覆蓋一層蠟之後 它的水分 直接從表面膳絲的速度 可以降低非常多 所以隨著植物蠟質的厚薄不同 你會發現這個植物對於水分的膳絲被阻隔 或者快速有很大的差別 譬如說你今天如果不是很了解的話 你去外面買我們吃的蔬菜 你就買 我們在講的所謂的什麼大陸蜜 你或買空心菜 你就把一隻放著 看它多久的葉片就乾掉 跟你外面這些我們一般的野生的植物 你看它有多大的差別 因爲什麼呢 那個蠟質的厚度有很大的差別 造成它水分膳絲的一個快速跟緩慢 同樣的呢 它的形態上的適應 可以限制了水分的膳絲 請問我們植物所有的水分的膳絲 主要透過什麼 氣孔 大家都知道為什麼透過氣孔 它表皮基本上是不會散水的 那氣孔為什麼要打開 氣體要交換沒錯 還有水的拉力要產生 但是如果你今天膳絲水分太高的時候 根部的水補不進來的時候 氣孔是開還關 氣孔是關 再來延續的事實上 整個植物的生理其實都改變 當你沒有氣孔 氣孔關閉的時候 一般C3植物最大的問題就是什麼 二氧化碳直接用掉 濃度不夠再來呢 還能進行光的作用嗎 還是必須要進行 這個時候它就從 一般的直線 就是Z型的循環 Z型的代謝路徑變成什麼 Cyclic 環形的 所以整個生理知識都改變 所以適應水的條件 在進入到陸地之後 整個植物體的改變非常的大 整個演化過程把 光合作用 改變得非常的複雜 不只單純有我們電子傳遞的一個Z 傳遞之外 還有其他的改變 所以光合作用一 光合作用二的結構 讓它可以在中間產生 環形的 光合作用 這個回去自己再看 植物生理的課本 好 氣孔 就我們剛剛講的 特化的開口 葉片的表面 可以控制水分的增上和氣體的交換 所以產生的保衛細胞 可以限制水分散絲的總量 請問氣孔在哪個分類群裡頭就產生了 酒類植物 蟹蟹植物 蟹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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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問一個最簡單的 蟹植物有沒有氣孔 有還沒有 好像沒有對不對 要不要打賭 蟹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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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沒有氣孔 但是 但是 要強調 膠 蟹植物的 蟹植物上面有氣孔 所有生物都會出現了 另外 一般蟹植 還有 膠蟹 還有 相關的 表皮上面的 稱之為孔 是沒有保衛細胞的 它就是空气的一个交换的一个孔 但是在脚险类的包子体的上面 有保卫细胞的气孔 所以为什么讲生物体很麻烦 不能讲 每次都不能讲绝对 原因在这里 好吧 气孔都一定在腋下方吗 有没有例外 什么是例外的 碎片 它那个植物的叶片贴在水面上 下表皮是没有气孔的 你要它淹死 它的气孔改变在上表皮 所以生物体为什么很多例外的原因在这里 一直要跟你们强调 那个氳化开口真的是气孔 没有错 有保卫细胞去控制水分的散失 一般来讲是从绝类植物以上 没有错 但是在海显植物 已经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构 好 再来 配子的保护 随着不同的物种的分类群呢 它的保护构造结构越来越好 海显植物 海显植物 一般来讲 就等于是 还在自己的配子体上面产生肠精气 肠卵气 还是需要水 跑过去 绝类植物 基本上也是在配子体上面产生肠精气 肠卵气 然后也是要跑过去 但是到了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的时候呢 你没有看过那个精子跟软在那边跑来跑去 它 整个配子体 雄配子体形成了花粉 一个细 两个细胞 三个核的结构 跟什么呢 跟配株七个细胞八个核的结构 等于把卵保护得非常好 在配株的里头 七个细胞八个核的 其中一个细胞会形成卵 所以呢 配子的保护 在随着不同的分类群 有很大的改变 从完全需要水的条件 作为介质传播 到完全不需要水 为介质作为传播 到了裸子植物 它的花粉 甚至在池 的求果上面 会产生液体出来 把花粉给黏进去 没见过 有机会的话 长时间去观察那个池 求果 很有趣 它在成熟的时候 那个 大包子叶的部分 会产生液体出来 花粉上去之后会黏附上去 然后液体会干燥收回去 很特殊 很特殊 我记得我好像有放片子在上面 好 那 蕨类跟苔显植物还是具有边茅的 永种的精致 到了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之后 对不起 它已经完全把水给丢掉 它就是花粉 然后呢 从开放性的配子体 到整个封闭的配子体 比如说我们在讲的胚珠 事实上它是一个持配子体 它整个被包围进来 变成一个什么呢 被包子体保护的结构 所以 配子生成祖师呢 已经在陆地上面的存活 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形 那一样还维持世代交替 一样都还是维持世代交替 不管我们在讲的苔显植物 蕨类植物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它还是有世代交替的存在 只是 是包子体为主 还是配子体为主 看起来现在陆地植物是 最终是以包子体为主的一个 世代生活词 小型的 没办法 直立生存的 还没有维管树的 这一类型的 苔显植物的 主要是配子体为主 好 那整个 演化的过程底下呢 看起来配子体是越来越重要 对不起 包子体是越来越重要 配子体呢 慢慢地简化到 花粉跟培竹 这样的一个构造 那 整个呢 熊配跟实配子体 单细胞的这个部分的融合 这个受精作用呢 所形成的核子 不管在哪个阶段都还是存在 但是它的过程 随着 演化的 流程 越来越复杂 为什么 到了被子植物的时候 形成了双寿经的现象 什么叫双寿新的现象 金跟软结合形成核子 它金核有两个 进去之后跟集合 而且不是一个集合 是两个集合 所以是 一加一加一变成三倍体的 胚乳核 胚乳核再来变成什么 胚乳 储存养分 供给 胚的发育 所以它在对于核子 胚是由核子来的 胚乳是由胚乳核来的 它对于胚的养分供应的 整个作为它种子发育的重点 那包食体呢 越来越重要 越来越成为固定的 外表的特征 所以你先所出去看到的植物 基本上都是包子体 然后呢 包子体上面呢 最后会产生包子 而这个包子在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 陆地植物呢 它是直接包子体上面 产生大包子跟小包子 所以你会看到有所谓的 课本里头会写到所谓的 大包子母细胞 小包子母细胞 母细胞 经由碱数分裂之后产生包子 包子再往下去产生配子体 配子体里面再去产生配子 它所有过程是一样 为什么陆地植物还是被称为 那个世代交替 原因在这里 所以你形成的花粉 母细胞 其实是什么 其实是小包子在过来的 小包子再来变成配子体 所以那个花粉母细胞 基本上来讲是 配子体的最初始的过程 再来再形成什么 两个细胞三个核的结构 那个就是它的熊配子体 所以一直在强调是这一点 所以包子体越来越重要 配子体越来越不显著 但是它一直都存在 然后呢 包子体的组织呢 基本上来讲多细胞 而且很清楚是二倍体的 好 所以世代交替的结果呢 慢慢地从这边 所谓的同型的配子 改变成大小配子体 所以它有所谓的 Michael Gametophyte 跟Mega Gametophyte 大包子 应该把它分成大配子体 跟小配子体 那这个字上一个是雄性 一个是实境的结构 好 那五维管树植物呢 等于什么 其实五维管树植物呢 就是我们在讲的 今天要讲的苔藓植物 进入到陆地之后 有两大分支 一个是走所谓的 特化形成运输结构构造的 包含了 包子植物 跟种子植物 一个是 没有形成特化 运输构造 没有形成维管树的 这个部分 所以称之为 无维管树植物 又叫苔藓植物 所以表示它什么 它这里面没有 具有非常有效能力的 传召属丝 然后通常也因为 这样的结构 植株都不会太大 植株没办法太大 因为它的水分来源 被动的运输 或者是什么呢 直接从外界获得 那这个部分就 没办法让植物呢 脱离 完全脱离水的环境 那无维管树植物呢 我们有趣的地方 所看到的 它的外表植株 都是配植体 配植体上面呢 再去着身包植体 包植体呢 通常来讲 都是依附在配植体上面存活的 所以你看到的上面 比如说像图玛中 上面那根像什么呢 我们在开玩笑说 像高尔夫修杆那个结构 那个才是真正它的包植体 所以它的包植体 是依附在配植体上面存活的 你所看到的下方 那些绿色构造 都是配植体 那当然呢 熊配植体 产生 在哪里呢 藏经器 而这个藏经器 形成之后 里面 当然就进行 有失分裂 去产生 具有边毛的精子 那磁配植呢 主要产生 是在藏卵器 而它所形成的是 卵的结构 所以它是原味不动的情形 所以 藏经系统的精子呢 就必须利用水为媒介 到藏卵器去跟卵 做结合 然后呢 这个 形成的盒子 就直接在藏卵器里面 就开始进行 有失分裂 产生 包子体 所以 你所看到的 那个包子体呢 下方连接的 一定是配子体 它的结构 没办法脱离 好 所以呢 推测最原子的 陆地界 我们就一直讲到 它所谓的轮噪 那原因 有很多种 刚刚讲的一部分 再来呢 在包子体的世代 它产生了 我们叫做 Delayed myosis 延后的减速分裂 就是说你今天呢 二贝体的时期 它要进入到 肠经器 肠卵器的时候 它往下走的阶段 它会产生 所谓的延后减速分裂的过程 所以这个延后减速分裂 在核子变成包子体 都还是二贝体 所以你所看到的 那个包子体 事实上是二贝体的结构 它只有在里面的 所谓的母细胞的部分 经母细胞 或罗兰母细胞的部分 才会真正的 进入到减速分裂 所以它不是 核子直接就减速分裂 它会核子 先经过了 有吃分裂 去产生多细胞的结构 再分出来 母细胞 然后才进入到减速分裂 好 那当然这样的过程 它可以有效的增加了 包子的数量 有效的增加了很多的流程 那定期的干旱 它可以存活下来 潜水环它可以存活下来 所以我们现在要讲的部分 这个是轮沼 那中间当然还有一些 但是重点是在这 重点是 地前 脚险 跟胎类 它事实上三个 你如果去看形态 构造 它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它是三个独立的平行演化的分类群 只是 都是以配子体为主的世代 好 那我们最后 这个部分吧 台显食物跟尾管树 做一个简单的比较 台显食物没有真正的尾管树 台显食物有没有运输的构造 有还没有 部分 不是真正的木质不嫩皮部 但是它有部分被动运输能力的构造 所以你去看图马东拔起来的时候 它事实上下面有附着器 然后呢 它的整个结构里头 可以利用一些连接的部分 去传递水分养分 事实上来讲 枣类也有部分有这样的能力 但是它没有真正特化出来维管树 好 那整个都是以配子体为主的 台显食物就是以配子体为主 包子体依附 维管树植物都是以包子体为主 但是里面的分类群 有些是配子体可以独立生存 有些是配子体不能独立生存 那包子体的部分在台显植物 它是没有分支的 直接产生包子囊 这是台显食物的特性 没有根的结构 但是有利用假根 right road 让它自己可以形成定着的结构 所以你去野外看到台显食物 你把它稍微拉 它还是有附着的能力 它不是那么简单 这样拔起来 不是 它有利用什么right road 可以把自己定着在这里 但是通常来讲 这个right road 它是没有能力去吸收养分跟水分 没有办法去供应整个植物 重点在这里 它是没有办法供应整个植物的水分跟养分 但它自己所需要的水分 必须自己吸收 right road 它也需要水分 所以它还是必须从外界来吸收 然后呢 它形成了所谓的叶状的结构 台显植物还没有真正的根经叶的分化 但是它有right road 它有甲根 它不是根 请记着 它是甲根 它有salad 所谓的叶状构造 这个叶状体呢 它是没有分化的 所以你所看到的细胞 比如说你今天台显植物拔一片零片血 所看到的每个细胞都是一样 它没有特殊进行什么呢 运输的 特殊表皮的 没有这样的构造 所以它有叶状 有叶片状的台显类 它有分化啦 但是它不是真正的叶 要牵强掉 那气体交换呢 我刚刚有讲过它有孔 它有孔 它利用孔来进行气体交换 但是讨厌的地方在这里 我们刚刚讲到 脚显的包子体上面 它有气孔 它有保卫细胞类型的气孔 那台显植物呢 它还是必须要利用水 除了它没有真正的运输构道之外 它的精卵结合必须要利用 精子的溶动 去长卵气跟卵做结合 所以它是具有边毛的精子 必须要水为媒介 那无性繁殖比较简单 地前类它会形成包牙碑 里面产生包牙 或者是台显植物呢 它可以直接利用断裂的方式 来产生不同的两个个体 所以它断裂之后不会死亡 它会自终再形成两个个体 好 我们这礼拜就要正式的进入到了 台显植物棉这三个很讨厌的分类群 那你们会头通的一个分类群 但至少比陆地植物 那比早累好多了 我们在整个台显植物棉的话 里面事实上大致上的分类群 可以直接分成三个 第一个是地前 第二个是脚胎 第三个是真弦 那这几个部分呢 它的形态上 其实如果你去看 所谓的亲缘关系的话 它两三个是完全独立的平行系群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会发现它形态上差异非常的大 比如说我们看地前好了 地前你所看到的大致上的形状 就是平贴在地面生长的这一类型的 什么呢 台显植物 所以它其实呈现的是平面化生长 而这平面化生长的部分是配置体 所以它这个部分都是单背体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特别给它名字叫做叶状体 所以C的子这个字其实是在指 包括地前 包括脚胎 还有什么呢 针弦类的这些的配置体的部分 好 地前其实算物种多的 现在整个被发表的大约是6500种 那当然陆陆续续的还有一些新的物种被发现到 而大致上的外表形型 你所看到的就是这种平贴生长 平面生长的 什么呢 植物体 好 那当它生长到一段时间之后 它要进行有性繁殖的时候呢 它会往上去生长出来 长精气的构造 真是长卵气的构造 所以一般来讲你在地前内的呢 你去野外观察 你就看到像雨伞状的东西 那这雨伞状的东西还分为两个型 一个是很清楚有下垂有裂缝 这个是长卵气的结构 所以整个从地前的配置体延伸出来 我们把它称之为长卵气柄 那当然有长卵气柄就会有功的 就是所谓的长精气柄 那雄性跟雌性呢 在地前里头有一点点差别 就是说一般来讲 它的雄性基本上呈现的是一个品盘的 平的盘子状的结构 甚至有一些会形成盘状 凹陷的盘状的构造 那这个部分是跟它什么呢 跟它去积水 就是下雨天水进来的时候呢 可以顺利的把精子带出去的一个 什么呢 形态上的一个变化 好 那在整个构造里头呢 你去看 包子体的部分呢 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观察 在包子体的部分通常都需要 通常都需要什么呢 显微镜来看会比较容易 因为它是直接精卵结合完毕之后 在肠卵器的位置 直接就进行什么呢 细胞分裂去形成的构造 所以在地前类很清楚的是 包子体是依附在配子体 而且是直接在配子体的常卵器的位置呢 发育 所以代表什么呢 代表地前这类型的生物呢 它本身 包子体是无法独立存活的 所以这跟陆地植物是 其他的围管和植物是完全不一样的 尤其是配子植物跟弱子植物呢 你看到的都是包子体 配子体不太容易观察到 好 那地前类里头呢 它很多进行无性繁殖 而它无性繁殖呢 跟一般的单细胞生物 或多细胞生物呢 不太一样 它是直接会形成芽的构造 那这个芽的构造就在它平面化的 这些叶状体的构造上面呢 就形成了无性芽杯 而这无性芽杯呢 里面就会有密密麻麻的芽体产生 那怎么让它释放出去呢 它完全都是靠的是水 尤其靠的是雨水 所以当你雨水掉到这个无性芽杯的时候呢 它的冲击力可以让里面的gamma 就是杯芽呢 被冲出去 所以当你今天雨下大的时候 它的杯芽会散得越远 那也是因为这样一段时间 你如果在野外看到那个地前 通常都是一整片一样一直长出去 那它就会形成什么呢 形成这种密密麻麻生长的一个特性 所以你在野外地前人长 看到只有单一个个体 你一看到是一堆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 它的无性繁殖这个芽杯的部分 好 那它没有跟金叶的构造 所以它所有的构造呢 基本上都会在前面加个甲质 比如说它有一些产生固定的结构 我们称之为甲根 这个甲根是单细胞所形成的 所以称之为right root 它不是真正的根 它没有真正root的功能 它主要的功能就是固定 那整个地前 不管包子体配子体 都找不到气孔的构造 所以它没有气孔的构造 但是它的叶状体呢 要气体的交换 在它的表面呢 它会有很多孔 这些孔呢 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是多细胞所构成的 好 那它的分类的方式 其实也很简单 它的分类方式呢 大致上就区分成两大分支 第一分支最多 就是所谓的复杂的叶状体 就是这种平篇化 但是呢 它有包牙杯 它会去形成长筋气柄 长软气柄这类型的 我们称之为复杂的叶状体 那第二种呢 它事实上会形成 类似像 什么呢 图马中这一类的 所谓的叶状的排险 叶状的地前 那它等于是呢 它原来的叶状体 变成一种交互堆叠的构造 它会缩小 然后形成交互堆叠 所以一般来讲呢 它在这个部分呢 这个叶状的叶片呢 会形成三排 两排是大小一致 其中有一排是特别小 这只压在上面 把它覆盖上去 所以两排大致 比较呈现大型 中间会有一个小小的 叶片状的叶圆体 覆盖上去 那这一类型的呢 你会发现呢 虽然它是形成这种 三列的构造呢 事实上它还是呈现 平贴在地面的状况 而地前呢 不管是哪一种类型 它的叶状体的部分 这样不能称为叶 它的叶状体的部分呢 都在整个叶状体中间 会有一个浅浅的裂纹 它不是中热 它不是中热 它没有细胞的区分 它就是一个往下 形成一个浅裂的构造 好 那当然呢 它是被认为是最 简单特性的什么呢 苔显植物 所以你看到的 会是这样的一个构造 如果今天在野外 你所拍到的大概就是整片 都是什么呢 平贴地面生长 那有一些小类型 我们刚刚讲 它是有呈现什么呢 三列的构造 好 那这里头呢 这些地前的个体呢 你没有看到任何的生殖构造 不管是无性或有性的 它这边没有牙背 也没有长精细笔 跟长软细笔 但到环境适应的时候呢 它那些生殖的构造 不管是无性生殖 有有性生殖的部分 就会长出来 好 所以呢 第二种类型的 会形成这种 所谓的三列 副瓦状的结构 这个种类不多 但是就是存在 所以地前类虽然 大部分我们在讲的 都是平贴状 有少部分会形成这种 两个大列 一个小列 排列的结果 那这一类型的呢 在成熟的时候 在进行有性繁殖的时候呢 一样它是会产生 长精细病跟长软细病 然后呢 一样它的精子 精由水送到长软细区 跟软做结合 之后 上方就会 持续的形成 配质体 所以呢 今天受精软在 配质体上面结合完毕之后 对不起 开始就进入到有时分裂 所以上方就形成了 包质体的构造 那 包质体呢 它会再进行减速分裂 把形成的二质体的结构呢 降低成什么 降低成单质体 所以我们如果去看 地前的 不管是长精气 或长软气 你去切它的结构的时候呢 比如说这个雨伞状的构造 比较平贴成碗形的 这种雨伞状结构的时候呢 你从它的上方往下切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被染色 被专门针对遗传物质的染剂呢 染得非常深 那这边是什么呢 这边是它所形成的 长精气 所以里面会有大量的精子 而在另外一边呢 呈现这种有列纹的 然后呢 你在上方找不到长精气的构造 你只有在它下方呢 去找到长软气的构造 所以这个下方这边有一颗软 这个是一个长软气 那这边不是很清楚 那也有一颗软 好 那 以水为媒介 散失出来的精子呢 在熊的 配子体上面呢 产生覆盖了 吸附了大量的精子之后呢 它到地面之后 或者飞溅到 配子饼的时候呢 它就有机会 这个精子利用自己边毛运动的方式呢 到长软气 经过了软通道细胞 到肌部去跟软做结合 所以为什么这个地方 开始都称为胚胎植物 主要就是有精软结合 形成胚胎的这个过程 好 那这是总有性生殖的部分 比如说在这里 你看到一个小小的黑黑的 在这个把它拿出来 看了之后呢 发现它事实上是一个 类似像漏斗状的结构 插在叶片上 而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一个一个 用比较大的节目 写人一起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一个一个的什么呢 所谓的包子体 所以当你今天呢 水进来之后 因为它必须靠水为媒介 来进行运动 跟扩散的一个能力 所以这样的构造的时候呢 如果今天 精子散发出来之后 它水打下来 长精硬破了 精子就随着水而离开 然后呢 如果今天运气很好 它在水中散失的时候 掉到这个长软气 的周遭的时候 当你长软气 这个周遭有水的时候呢 它就会顺着水 去沾 长软气里面的软 去做结合 好那结合完毕之后 就是第一个 二倍体的细胞 再来就经由有失分裂 然后呢 随着细胞数目越来越多呢 就形成分化 所以分裂分化 是随着细胞的数目 还有它的什么呢 过往的一个结构呢 所形成的 所以这里有一个逐步 是连在配置体上面的 然后呢 前面这里是包子囊 所以在这里头大量的细胞 会形成减速分裂 然后呢 这些减速分裂 所产生的包子呢 等到这个包子体破裂之后 它会再散发出去 去什么呢 去适当的环境 再去形成配置体 完成一个四代 所以如果你先把那个平面的构造把它切开来看 你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构 其实根本就有进行光合作用能力的只有这一块 下面这里都是储存细胞 所以呢 上方 因为它要进行光合作用 因为它适应陆地的生活之后 这个上面有一层的蜡质结构 就是角质层的结构 让它水分不容易散失 但是它因为要进行气体交换 所以它在每个鳞片的里面呢 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孔 这是一个多细胞的孔 不是气孔 不是气孔 不是我们有定义保卫细胞的这种气孔 就是一个里外连通的孔 所以呢 二氧化碳就随着这个孔 进入到细胞里面来 那这些还有叶绿素 叶绿体的细胞呢 它就会在这个环境底下呢 跟气体交换 气体交换完毕之后呢 当然你今天 整个 这里面呢 它就可以 再进入到下一个步骤 光合作用的产生 那同样光合作用的产生呢 一样会产生氧气 这时候氧气呢 就透过孔散发出去 那我这边有特别想要 只有这样的细胞 这里的细胞呢 具有光合作用能力 下方这些细胞 其实主要都是储存水分 氧分的构造 所以这些属于透明细胞的部分呢 它功能就是什么 就是储存 好 那在追击部的地方呢 它有形成两个可以抓取地面能力的构造 一个我们称之为鳞片 鳞片是多细胞的 一个称之为Rairode 甲根 甲根是单细胞的 但这个甲根有确言就是说呢 它的细胞延伸出去的这个部分 从肌部的地方延伸出去之后 它会形成开口 但是开口是有目的的 第一个水容易流进去 可以增加水分交换速率 好 那这里头其实分类群不多了 我们最常看到就是这个地前木 你大概在播片下面所看到的都是这一群的地前 好 那除此之外还有夜台 还有插夜台 插台木跟美台木这个几个部分 那这都是比较小的分类群 那夜状体的部分呢 在这个地前木 它基本上就是平贴 平贴在地面生长 然后内部它有分化 就我们刚刚有讲的切开来呢 上方是光合作用细胞 气势跟储存组织这几个部分 一般来讲 光合作用细胞上层的部分呢 它细胞比较什么呢 松散 这个原因当然就是为了什么呢 加速气体的交换 所以光合作用把二氧化碳消耗掉之后呢 把氧气给散出来 这个时候它当然经过那个孔呢 快速的把氧气散出去 然后二氧化碳可以进来 好 那包子体的地方呢 它位在肠卵气壁的下方 通常来讲呢 你地前类的其实不太容易看到它的什么呢 SATA的结构 那这个结构是什么呢 这个结构是丙的意思 这是在地前浦马中 这类型的生物特别去讲的构造 那 再来呢 这个包子体 继续生长呢 它就会形成一个 无性繁殖的构造 因为它里面进行的减速分裂 减速分裂完成之后呢 产生了大量的包子 那形成的整个构造呢 我把它称之为硕的一个构造 一般来讲 地前那个硕是单层的细胞壁 所以它很薄 它容易裂开来 今天只要成熟的时候呢 它就很容易破裂 然后里面的包子就散出来 所以它是很薄的一层壁的结构 那大致上来讲呢 我们所看到的会是这样类型的 或者是平贴的 第一个 地前类有一些很奇怪 就长到水体环境里头 这个是福胎 那福胎顾名思义就是什么呢 它可以漂浮在水面上 那漂浮的构造呢 主要是利用背部大量的鳞片 所产生的什么呢 附着力 所以它在水面呢 可以顺利的漂浮 不会沉下去 那也有助于 第一个水分的吸收 有助于什么呢 光合作用的产生 好 所以呢 这种水路两栖的 它也增长非常快速的 怎么称作为福胎呢 那是让你在野外拿到 它表面就是很平滑的 什么呢 叶状体的部分 下方呢 就产生大量的鳞片 然后呢 可以在水的条件底下漂浮 好 那同样的在这上方的地方呢 它会形成我们之间作为背部的离钩 事实上就类似像我们中间中热的结构 但是它会往下凹陷 所以你把它做一个切片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这个背部的离钩 往下是有凹陷下去 形成二分叉的情形 那这个电影显微镜所扫出来的结果 一样是形成这种二分叉的结果 那这个构造重不重要 很重要 因为呢 福胎类的跟土马中类的 对不起 跟地前类的 有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是说 它的长经器跟长卵器呢 不像地前类的会往上涂长 它就直接长在这种离钩的里面 那当然也跟它的保护是有关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部离钩的结构底下呢 它就会有长经器跟长卵器的极 什么的 构造出现 好 那照表面的部分呢 事实上表面蛮漂亮 它会形成这种一格一格 类似像六爪形的结构 那结构里面会有多个 鳞片组合而成 所以你看到这样一格一格的 基本上是它小隔的部分 它有鳞片的一个构造 好 那你把它给重切 然后放到地上去造的时候呢 这边造得很清楚 这是它的背部离钩的部分 那这边呢 细胞的大小 随着它的分化功能不同 而会有差别 好 那在整个 这个页表面 这种鳞片结构的每一个小方格里面哦 你再把显微镜倍速调高 你再把它变成人可以观察的阶段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上面有一颗一颗的这种多细胞的气势 而且它是从上往下通进去的 所以它气体交换是直接跟外界交换 然后所产生的二氧化碳也是什么呢 排泄出去 那这个孔呢 你看 你看它是多细胞的一个结构 这边来讲的话 基本它是八个细胞的结构 那如果说把今天气孔呢 做一个重切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它上方会有一些比较小型的细胞 但是这些细胞跟这种所谓大型的特化细胞呢 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所以呢 你不要想办法说把它拿下来 去换个新的 说顽骨 然后特别的强壮 对不起 这是没办法 所以这个部分呢 它基本上来讲 你看到的结构就是孔的结构 然后很好玩一点 一般来讲呢 在我们陆地植物 那种所谓的保卫细胞的部分 保卫细胞的部分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里面的叶绿体 叶绿体的一个光合作用一些构造的时候 它其实是会影响它的气孔开闭 但是这里头有没有叶绿体 有 但是跟它的细胞膨胀都没关 所以它等于是一层一层的一个多细胞 所形成的一个 的一个构造而已 那 配子囊的部分呢 它底部有很多的那个鳞片 那个鳞片就让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呢 它在水的条件底下可以浮起来 所以它可以变成水入两栖的 所以今天如果说这个环境里头水来了 福胎呢 就会浮到水面上来 如果今天水退了 它就盖在这个潮湿的土地的上方 好 那配子囊呢 如果你去找到福胎 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说 它的配子囊 就是它的肠经器跟肠卵器 你没有看到跟地前一样这样一根出来 福胎类的 它的肠经器 肠卵器 不形成 柄状的结构 它就藏在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背部的梨沟里面 所以呢 要去观察它 你必须要去找这个梨沟里面的构造 那当然就很不好找 所以切片要切得到其实很困难 通常来讲 这种要去找都会做连续切片 但那本来就很难 好 那一般来讲 它是肠经器肠卵器在同一个个体上面 所以它是持雄同株的 它是持雄同株的 好 那肠经器呢 成熟之后 是不是它的精子释放出来之后 直接去跟它自己的乱 去做结合 没有 就算它是持雄同株的现象 它很有趣的 就是说呢 每一个个体 它会形成持雄不同成熟的一个情形 所以这个时候呢 比如说 一般来讲呢 福胎它都是属于雄仙熟的 所以肠经易熟的时候呢 对不起 精子释放出去 在自己的个体里头 肠卵器里面 如果还没有成熟 所以它没办法跟自己的乱 去做什么呢 受精的动作 它必须要跟其他 比它早 肠卵器已经成熟了 乱已经成熟了 进去去跟它做结合 所以它虽然是持雄同株 但是是一株 结合的现象 那在背部离沟底下呢 这个肠经器 肠染器 实际上很简单 同样的 它就会有一个小小的突起 突起之后呢 形成了 简单的一个不运的外包 那里面呢 就有大量细胞质浓缩 然后呢 具有一个一个 经由什么呢 有失分裂所形成的 细胞 而这个细胞 随着它成熟 它会形成精子 好 那在 这个背部的离沟底下呢 你也可以找到 这样的构造 一个九瓶状 腹部比较膨大 上方呢 缩小的一个现象 这是什么呢 这是它的肠卵器 那肠卵器的结构 其实很简单 中央最基部的地方 这个就是一个卵 这个部分称之为腹部 比较膨大的一个部分 称之为腹部 所以腹部的部分呢 它包含了 这个卵之外 它还有上方这些细胞 称之为腹部的通道细胞 然后再往上呢 它会开始 一直缩小的 这个称之为 中央部分称之为 颈部的通道细胞 那为什么讲通道细胞呢 因为当你肠卵器成熟的时候 上方的腹部的通道细胞 跟颈部的通道细胞 会细胞整个破裂掉 那这里头还有一些化学物质 所以上方的绕一圈的这些构造呢 它顶端会破掉 所以颈部的顶端破掉之后呢 颈通道细胞 跟腹通道细胞 所细胞破裂之后 所产生的物质 就会释放出去 而这个释放出去的物质 所以换源物质呢 具有引导自己精子 来到长卵器 去跟卵做结合的一个能力 所以这个精子散出去之后呢 会去接受到 这个颈部通道细胞 跟腹部通道细胞 崩裂之后 所泛发出去的化学物质的诱导呢 去跟长卵器里面的卵做结合 不然你散出去之后 再随意环境 它跟我不知道在哪里 然后呢 卵不动 精子来 所以是卵配生子 卵配生子完毕之后呢 受精卵就直接在 这个长卵器里面呢 就发育 所以你看到的外面是什么呢 单泡的细胞 那是属于配子体的部分 里面这个是二倍体的细胞 那福苔呢 它所形成的 所谓的包子体 结构很简单 它就是细胞 开始细胞分裂 有失分裂的部分呢 就形成一个团块 团块之后就进行分化 所以在最基部的地方呢 它有一个结构 会去跟长卵器连结 但是上方是分离开来的 虽然它还在长卵器里头 但是它没有 这些细胞是没有跟上面的 原来的长卵器结构呢 去连结在一起 所以它的养分供给 其实是从下方上来的 那这里头呢 外面就会形成什么呢 外层 然后呢 里面呢 形成一层的那层 那原来的长卵器的外壁呢 会转化成 我们称之为塑钙的结构 在辅胎里头 那里面的 二倍体的细胞呢 这个部分呢 它会发展成塑周层 这个塑周层呢 细胞开始进行到分化 而去形成胞子母细胞 胞子母细胞在经由减速分裂 去产生 单套的胞子 然后等到成轴之后呢 这个 胞子体呢 里面的 等于是胞子囊的部分呢 它会破掉 胞子来散出去 再回复到单套细胞 再去进行 有失分裂 去产生配子体 好 所以这是它真正的照片 这是福苔 被切出来 里面的胞子体的构造 然后呢 它每一个胞子母细胞 事实上已经细胞分裂完毕 对不起 已经减速分裂完毕 所以产生了四分体 而这个四分体呢 是还没有完整的覆盖 相关的胞粉质的构造 所以它还是等于是细胞 没有变成什么呢 胞子的一个过程 那如果今天这上方呢 四分包子体呢 四分体呢 被大量的累积了 包粉质之后呢 它就会形成一个一个的包子 所以每一个细胞就散开来 就是独立的一个一个细胞 独立的一个包子 这个时候等上方破裂掉之后呢 它的包子就散出去 所以伏胎它是位在背部离钩的底下 这跟我们一般看到的地前 是不一样的地方 好 那除了伏胎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群的路脚胎 这路脚胎都不仔细讲 事实上构造结构都很类似 它也是漂浮性的地前类 那它的差别在于什么呢 它的差别是在于里面 这些叶状体的部分呢 里面它的空腔空式很多 就是它细胞虽然是 一层一层的这样子 就是单细胞一层一层的这样连结之后 但是中间的部分会有很多空腔 空腔的结果就让它可以什么呢 具有漂浮性 那一般的路脚胎是长在 潮湿的土壤的上方 但是呢 也一部分呢 会长在水域的环境 比如说Russianata 这个就长在水域环境底下 好 那事实上其他的差不多都相紧 像什么呢 它的孢子囊也是深埋在背部的离钩里面 然后它的孢子呢 也是一样四分体之后在累积包粉质之后去形成的 好 那第二个分类群 会比较常见的 这是地前 地前一般在你们后面宿舍那些有水的地方有时候都会看到 我知道不在哪边哪个宿舍区有看到 就是我觉得那好像是你们那个废水还是污水的地方 就是墙面蛮潮湿的就有长出来 另外一个地方本来很多 后来被砍掉 那个 要去后面那个文化古籍 后来被喷成水泥 逼得 你知道我讲哪里吧 我们今天走上去 走到你们宿舍有没有 到你们那个摩托车停车 摩托车停车后来不是坐了一条步道吗 那不是把山给砍了一块吗 刚才砍了一块 是不是喷了水泥在那里 那里原来有 这次我这次都没有再找到 所以我后来还会开玩笑 反正后来转眼都已经做了 就来不及讲 我们的工程品质真的很差 你明明在那个地方可以用 比如说那个水泥砖 把它堆得很漂亮 因为水泥就喷一喷 然后就觉得惨不忍睹 因为事实上有很多可以去做 有如果它今天是用那种一角块一角块六角形的 或者是那种我们一般的那个红砖 有一种水泥做的那种砖 它去放的话 那个地方它透水 透水之后事实上会长一些苔藓类的植物出来 其实还蛮漂亮 我们不会去想这个 这很可惜啊 后来今天我不知道去哪里采了 反正实验课的时候再来想办法好了 最多还有多片 那地前类呢 你去看的时候它其实是 我还蛮喜欢它 它实上很可爱 就是说它大概大小大概是两公分左右 有两到三公分 大小不一定 每个物种有点差别 但是呢 在它生长的时候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一只一只像雨伞状的结构产生 或者你在它的上方 你会看到这样一个一个的包牙杯 那个结构都很清楚 事实上你眼睛好一点 视力好一点就可以直接看到 好 同时呢 你在这个夜状体的上方呢 你如果拿放大镜看的时候 它就会形成一个一个六角形的一个 类似像鳞片的隔状结构 那上方事实上来讲 每一个都会有一个开口 所以代表什么 这一格一格事实上就是里面一个空间 一个空间 它的整个构形 是很有趣 好 那在这里呢 一般来讲 地前类的就是雌雄异竹了 你理论上在一个个体上面 你只找到一个 找到雄的 长青气 或雌的长卵气 所以像这种呢 往下垂 雨伞上有裂片的 我们刚才有讲 它就是所谓的长卵气病 那如果是这种平摊 平行的 碗状的结构呢 它就是所谓的长经气病 好 那 这个是包牙杯 包牙杯 它就是真的外面会形成一个 杯子状的结构 然后呢 里面就一个一个的小牙 如果今天你把它用镊子 非常小的镊子 你把它夹出来的时候 它里面就是一个新的个体 所以如果今天有的话 你把它挖出来洗一下 你把它铺到什么呢 潮湿的 不管是卫生纸 或不管是土壤的表面 你记得要一直浇水 它就会慢慢的长出来 这样一片一片的结构 好 那在这个背部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到这样一格一格的 它上方事实上我们就有讲 它有一个孔 这个孔就是作为它通道使用 所以呢 把它画起来画得很简单 是这样 下方是铃片 或者是甲根 铃片是多细胞的 甲根是单细胞 然后呢 上方会有一堆细胞膨大 但是没有叶绿素的细胞 这些全部是储存细胞 只有在最上方 这个部分呢 它的细胞是具有叶绿体 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但是我刚刚讲的 每一个那六角形的结构呢 它事实上里面就是一个空腔 所以空气可以透过这个孔进来 让里面具有叶绿体的细胞呢 进行气体交换 然后呢 产生什么呢 所需要的能量 所需要的碳绝化合物 那这是切片 大家没有切得很好的 你会发现这就是一个鳞片的结构 这个是一个鳞片的结构 那每一个鳞片上就有一个孔 而这个孔呢 基本上就是多细胞的构造 它是一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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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层的结构 好 那这个无性芽的部分呢 你去看 在这一个芽一个芽 然后呢 这个是它的 什么呢 解剖的切片 所以这个切开里面就是一个一个 我们叫做Gamma Gamma就是所谓的碑芽的意思 如果你把它拿出来 让它在潮湿的地方平贴的时候呢 它就很快的会变成一个地前出来 所以每一个都是芽 里面可能有一二十个 然后上百个芽 那这个碑 包芽碑呢 它有什么样的功能 雨水下来的时候 直接打下去 就有机会 因为冲击力的关系 把这个小小的 芽呢 随着雨滴所散出去的水珠呢 把它带出去 所以它可以有短距离的一个移动 所以你看到地前常常就长一片 有最大原因在这个 压碑的一个部分 那 这个是长筋器的部分 长筋器扁的部分呢 它基本上顶端是比较平的部分 因为它的长筋器呢 基本上全部长在这个平板的上方 长卵器基本上都长在下方 长筋器都长在上方 那光学的 请我记得aid下面看 就一般的 解剖型员进去看的时候 如果挑到它的话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它有很多那个 颜色非常身的构造 那这些部分是什么呢 这些事实上是它 大量的上方大量的长筋器 因为细胞质浓缩 的一个结果 好 那切片的部分就更容易看 这里头染色非常深 这里就是它的长筋器 那 长筋器 里面的筋子是有边毛的 所以它有运动的能力 所以呢 当你今天 成熟之后 雨水下来 这个上方长筋器破裂之后 筋子就会随着水而出去 所以在油水的桃圆底下呢 筋子它的边毛活动之后呢 就可以具有油动的能力 那这个再把它放大来看的时候 你就发现这事实上 一个一个就是里面都是什么呢 已经成熟的筋子 好 那它把它画成卡通图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看 这里 这边是它的长筋器 但是呢 在它上方的地方呢 也很有趣 它会像 地前 它的叶状体的部分呢 也会形成 具有 什么呢 叶绿体 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的去 因为它这个 长筋器柄 或我们等一下要讲的长卵器柄 它本身还是需要有能量的来源 它本身还是必须要有相关的碳水化合物的来源 那今天从下方经过这么多的细胞 传递上来的养分 其实速度太慢 所以它的上方这里呢 会有一些空腔 这空腔里面呢 会有一些散生的细胞 这些散生的细胞是具有叶绿体 可以进行光合作用的 所以它可以产生一部分 这个长筋器柄 所需要的碳水化合物 供给其他细胞使用 同时当然跟长筋器的一个发育是有相关的 那再把它给整个放到来看呢 这里面一个一个的这个长筋器的部分 所以下方事实上还有一个柄 去跟原来的母体连接 那上方这个染色很深的部分呢 我们称之为晶圆组织 那成熟之后呢 这些晶圆组织呢 它会转变成精子 但这个时候我们还看不到 因为它被包裹得非常好 那外方的部分 大概就是所谓的不孕的保护层 所谓的Jackie Lay 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把长卵器的部分讲完 再休息 那同样的呢 你在其他的植株底下呢 你可以同样的 差不多在相似的位置呢 去找到这一个一个的长卵器品 这是磁性的构造 这是磁性 它在产生有性生日所需要配置的一个构造 但是呢 它跟长筋液不一样的地方 它的长卵器是位于散盖的下方 它不是在散盖的上面 它在散盖的下方 所以呢 你会发现呢 它每一个的长卵器 像酒瓶的一个结构呢 它是一个倒掉的一个酒瓶 所以这边有一个饼去跟原来的长卵器品连接之后呢 下方是一个棚 这边是一个棚大的腹部 通常来讲棚大的腹部里面会有一个成熟的卵 而这个卵呢 会有较多的营养物质呢 可以支持它初步的一个什么呢 生长发育 那当然除了腹部之外呢 再往前有颈部的位置 那中间的部分呢 包括腹部的通道细胞 包括颈部的通道细胞 一样在成熟之后 腹部的通道细胞跟颈部的通道细胞呢 会细胞分解破裂 然后散发出去呢 去引导精子 由到长卵器去跟卵做结合 所以这个是拍得更清楚的图 这个是已经完全成熟的长卵器 这个发育到一半了 这个是它的卵 然后这边是它的腹部 然后前方呢 这是它的颈部的位置 那这边颈通道细胞已经开始崩解了 腹通道细胞已经完全崩解完毕了 所以只剩下来进入一个软 这些锐炎已经都已经裂开了 所以细胞已经崩裂掉了 然后呢 再来精子就会 这边如果开口之后呢 颈通道细胞 崩解出来的化学物质 跟腹部通道细胞 崩解出来的化学物质呢 就会慢慢的散出去 精子就可以从那个通道进来 好那这边是画得更清楚的 词的 长卵器柄的部分 同样的它的长卵器都在下方 然后呢 一般来讲 它往外的是已经成熟的长卵器 往内的是发育中的 所以它会呈现 长卵器不同时期成熟的现象 那这也是为了因应 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精子会过来 所以随时都会有什么呢 已经成熟的长卵器里面 软在那边等着 那同样的长卵器呢 长卵器柄它需要一部分的养分 所以上方也是一样会具有光的作用细胞 一样有通道可以进行气质的交换 所以产生的特化物呢 可以供给这个上方 长卵器柄的相关的一些什么呢 细胞所需要的养分 好 好啦 刚刚有问 在植物里头最麻烦一点就是说 不同分类群里面 我们叫做单背体跟二背体 它是会循环出现的 那 陆地植物之后 在水深环境里头就已经存在这个现象 到了陆地环境之后呢 地前图码中 矫显这几个部分 你所看到的像这整个 理论上它的每一个细胞都只有带有一套蓝色体 所以这一整个是它的配置体 那这配置体的部分呢 它包含了原来这下面这个扁平状的 在进行光合作用的叶状体 包含它下方多细胞的鳞片 还有它的单细胞的甲根 以及上方所形成的 肠筋气柄或肠卵气柄这个部分 那二背体子发生在什么时候 二背体子发生在我们等一下要讲的 精子跟卵结合完毕之后 精油有失分裂再去产生的那个多细胞的构造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部分呢 再来 肠卵气成熟的里面有一个卵 这是单套的 那如果精子顺利的过来去跟卵做结合完毕之后呢 它会形成第一个二背体的细胞 我们称之为核子 或叫瘦精卵 然后再来 它就会在肠卵气柄的下方 原来的肠卵气呢 去形成一个多细胞的构造 这个是它的包子体 这整个是它的包子体 所以照正常来讲 在这里面的细胞还没有减速分裂 形成包子之前 这里所有的细胞都是两套蓝色体的 那一般来讲 动物没有这样的形形 像以人来讲的话 我们就是每个细胞都是二背的蓝色体 只有在哪里呢 产生雄性产生精脂 雌性产生软的时候 才会经由减速分裂 去产生单套的什么呢 细胞 那植物在这一点就跟动物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所以你所看到的这整个区块 在苔藓植物 它是二背体的包子体 那它发育的部分你可以看到呢 它有一个足部 这个比较深色的地方 跟什么呢 原来长卵气连结的部分 那我们把它称之为足部 那我们把它称之为足部 就是foot 然后前方呢 这一整块的地方 很多细胞排列的 这称之为什么呢 ceta 我们俩会讲到 到最前方这里呢 膨大的 精油 减速分裂 然后再堆变了大量的包粉 它精油 它精油 有失分裂 去产生配子体 所以呢 这个我们称之为包子囊 这个我们称之为包子囊 或叫做树 有一个特殊名字叫树 这个部分我们称之为ceta 事实上 如果你把它翻成中文的话 它就是什么呢 颈部的意思 那前方这里 这里才是真正进行减速分裂 去产生单套染色体包子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去看的话呢 再把这里面的构造拉出来 它里面 在减速分裂之前 会有两种形态的细胞 第一种形态的细胞是同大圆形的 我们称之为包母细胞 第二种细胞会产生纤维状直线的 长条形的 我们称之为弹尸母细胞 或弹尸前取物 那这两个发育的命运就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法 包子母细胞会走减速分裂 所以这一边 所以这一边包子母细胞是二倍体 两套染色体 经由减速分裂之后 形成单套染色体 那这个我们称之为四分包子 就是说它经由减速分裂完毕之后 但是还没有细胞分离开来 还是连在一起 每一个都是什么呢 四个细胞没有错 但还没有分开来 我们称之为四分包子 那弹尸的部分呢 它不经过 它就是直接延长 然后到成熟之后 它具有弹性 可以帮助包子的散出去的动作 所以它叫弹尸的原因在这里 好 那这个四分包子呢 这单套染色体的四分包子呢 它随着成熟 它会四个细胞分开来 在外面大量累积一些化学物质 我们称之为包粉质 那这个包粉质 等于就可以让这样的细胞呢 在外界干燥 外界恶劣的环境底下 能存活下来 所以这些包粉质 是一些聚合的 什么呢 Beta-Carotin 聚合的不罗膜素类的东西 那随着这些累积呢 它正是成千万年都不会坏掉 所以你在地质里头呢 常常会挖到很多植物 陆地植物的什么呢 包子 原因在这里 因为它外面有累积的大量的 包粉质的结构 好 那再来呢 这个放的更大 下面是叶状底 就是配子体的部分 那配子体的部分呢 它也会形成这样一个一个杯状的结构 这个一个一个杯状的结构呢 我们就做什么呢 我们叫做Gamia Cup 就是包牙杯的这个部分 那这包牙杯呢 它的功能是走无性繁殖 无性繁殖呢 本正来讲 对地钱是最有利 最方便 最可以大量快速复制自己的一个方法 所以呢 在这里头 这个包牙杯的里面 如果再把它放大来看的时候 它就会有很多牙在里面 这是它的一个切片图 所以这边蓝色红色这些部分 就一个一个牙体 这个是刚刚看到那个包牙杯的构造 然后里面就是一个一个牙 我们称之为包牙 好 那当你水下来的时候呢 它就会被散出去 所以呢 整个地钱的生活史 其实主要你所看到的 都是以配子体为主的时期 只有在形成受精卵之后 才会发育 这边受精卵之后呢 才会发育成所谓的胚 再发育成包子体 那只有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是呈现两套蓝色体的阶段 而这个两套蓝色体的阶段 它没有独立生存 它是依附在十的配子体上面存活 所以你要去在地钱以后找到包子体呢 你要去找母的地钱 你搞公的地钱是没有用找到 所以它只长在这个什么呢 十配子体的肠 软气 软气 柄的下方 好 那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所有的这些时间点 都是单套的蓝色体 单套的蓝色体 那甚至呢 我们刚刚讲的包牙杯的部分呢 它事实上是一个内部循环 这边没有画出来 它是一个内部循环 好 那金子跟软的结合 在地钱类也一样 它是水直接打下来之后 把长筋气给冲破掉 所以这个时候呢 因为它本身长筋气是单层细胞 它很脆弱 所以水下来之后呢 如果它的冲力够大的话 它就会把里面的长筋气的金子呢 一起攜带 弹到其他地方 那这个时候完全就靠什么呢 运气了 弹到旁边的 十配子体的长卵气柄的上方 它就有机会成功 如果弹到地上 对不起 它就完全没有用 这些金子就完全消耗顺雕 好 那 地钱呢 基本上走的部分 大致上整个生活是这样 另外呢 在跟地钱很像的是舌苔 舌苔基本上整个构造形状 类似于地钱 但它的特征是什么呢 它的这个叶状部 它的那个鳞片 非常非常的明显 明显到就好像是蛇的鳞片一样 你一般的地钱看不到这样的构造 所以如果你现在光上面看 你看到这非常漂亮 这样一个一个 然后身上都可以看到一个一个孔的 这种是舌苔类 那其他的 那其他的 对不起 他的整个过程 都跟地钱类是一样的 还有呢 舌苔 这只有在解剖下面看得到 它在孔的下方 孔的下方 它会形成一些很奇怪 我们称之为Clear End Cell 透明的尾端细胞 它是不具有叶绿体 但是就是一个什么呢 充满液体的细胞 后来发现这个细胞有一个很大的功能 什么功能呢 你光线下来的时候 它具有折射 可以让大量的光线集中 进入到下方 具有叶绿体的细胞 所以它可以增加什么呢 光的利用度 增加光合作用的能力 所以这些Clear End的细胞呢 等于是一个好像一个玻璃片 可以让它做什么呢 折射的动作 所以大自然有很多奇怪怪的东西 这个是其中的一个 因为一开始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这个Clear End是干嘛用的 一支切片就可以看得到 一支切片就看到一些 没有叶绿体的一个细胞 好 那舌胎其他部分其实都很类似 这我们就不仔细去讲了 但是呢 在舌胎的部分要去讲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这是它的甲根的部分 一般来讲呢 甲根是单细胞 但是它没有什么特定的运输能力 它没有什么特定的运输能力 它就是一个附着的构造 但是到了舌胎呢 它在细胞的表面呢 形成很多这种孔的结构 那这个孔的结构变多之后呢 它就可以直接从外边的水 就经由这个孔 进到这个单细胞的架根里面 那当然这个好处就是说 因为本身来讲呢 苔显植物它的水分的吸收 是没有办法有任何主动的 就是不像我们陆地植物 它有什么呢 利用根压 利用上面的增扇作用把它拉下 因为它没有尾管束 但是这个时候呢 这种packet的right row呢 因为它这些孔就可以让水进来 水进来之后呢 沿着各的上方 就形成一个毛细的现象 往上送 那到了什么呢 下面 液状体的下方的时候呢 它进入到储存细胞的能力 就会变好 因为一般来讲 上下面都有什么呢 防止水分散失的构造 我们就所谓的角质层的一部分 crickle layer的部分 那这个时候呢 它就可以有什么呢 能力去帮助 水分的一个流入 不是吸收的 是流入而已 那同时呢 在长卵器柄的部分呢 它也发展出来一些特定的 内部的水分的传导的功能 好 那到底有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把刚刚的福胎 这一群的 跟地前的 这一群的 大致上把它讲完了 再来这个部分呢 它是一个很小的分类群 我们叫做插台木 好啦 它事实上 其实它的特点都跟 什么地前也很像 很麻烦点就是什么呢 一般来讲 福胎 地前都有孔的结构 都可以让水 空气 精油孔 上架的传导 插台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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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孔 它 这个问题就来了 它缺少了气势 缺少了孔 缺少了腹部灵片 缺少了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有孔的甲根 所以它就好像一个 完全平面化的植物体 所以你所看到的呢 它事实上上下表面 其实都很光滑 这边画的 其实有点不太像 它没有孔 它没有那个 所以它的水分 全部是精油什么呢 上下表皮细胞的一个 直接渗入 所以它的效率很差 它不能到干旱的地方 它基本上是完全 没办法脱离水的环境 那整个呢 你在野外看到就是这样 所以它通常来讲 会长在那个 有滴水的地方 然后就这样 往下垂 平贴的 那个好处就是说 它水分不是问题的时候 它就可以持续的生长 这是它的好处 那 插台木呢 一般它的 藏经器 藏卵器 跟我们一开始讲的 蛇 福胎类的 很像就是凹陷在里面 那也没什么问题 它产生了 核子 产生了 包子体的时候 在 福胎类 它就是直接在那个 背部的离沟里面 就形成了 但是呢 插台木呢 它 今天 一样的 藏经器 藏卵器 在这个 中间 凹陷的地方呢 去形成之后 它的 所谓的 包子囊 很特殊 会 跟其他的 都不一样 它会往上 挺出来 所以 这里看到的是 它的包子囊 包子体的部分 所以 你会看到 有饼的包子体 是在 这一个 插台木里头 唯一有的 其他对不起 没有 然后呢 上方同样的 它会含有 成熟的包子 会含有 痰诗 其他都一样 好 那 地前类 这个所谓的 Live Word 最后这一个部分 是大概 我们不喜欢去讲的 为什么呢 因为 它 其实已经变成 类似像 小叶 的一个结构 这个如果 不仔细看的时候 有时候 它会被骗 为什么呢 它其实 类似像 有一个 中间的 我们像 金的一个结构 但它不是金 就是中间 会有一个 连结的构造 然后旁边呢 有两片 大的 零片 的叶状体呢 覆盖在上面 然后 同样 它有一列 它有三列 它有两个副叶 跟 对不起 两个侧叶 跟一个副叶 所以你看到的 这个是侧叶 两个侧叶 中间有个小小的副叶 把它盖上去 那这个还不是真正的叶子 我要想 这个还不是真正的叶子 还不是真正的叶子 所以这个叶台类呢 在叶片状的地前引游 是特殊的 所以它会跟我们 刚刚所讲的 所谓的插台的 这个分类群呢 一样长成一个突出的包子体 虽然它的配 长筋器 长卵器 它的配子 囊的部分呢 长筋长卵器呢 也会长在这个 靠近前端的这个位置 但是呢 它今天受精卵 开始不安育的时候呢 它会形成突出的 并的什么呢 包子体 那当然前端一样 会形成什么呢 形成包子 形成坦诗 好 那这个很有趣的 就是哪里呢 你在野外的时候 你会看到这种 它在一般的雨林里头 或潮湿的生理里头 台湾譬如你在溪头 你就会看到这样的构造 一开始我们都会被搞错 以为它是什么 那个松螺啦 或者是第一 对不起 不是 它是叶苔 它是苔显植物 Livvort的叶苔 它就长在叶片的表面 就着身在上面 好 那 那 在 两片侧叶 一片 什么呢 腹叶的部分呢 在前端的位置 它也会形成这个 所谓的牙杯 所以它每 个 腹叶 或侧叶的 顶端的位置呢 就产生一个一个的小牙杯 那 这个呢 它的里面的牙呢 一样可以顺利的散出去 所以你在一片叶子上面呢 你才会看到 事实上 是一堆的什么 一堆的叶苔类 所以你会看到一堆的叶苔类 就是这样 这事实上 你可以每一个把它拉分开来 这每一个都是独立的 那它因为顶端那个牙 很快就会什么的 产生大量的隔体 好 那其他的特征都很像 都很类似 我这部就重复去讲 它一样是持胸液体 一样是形成肠筋器 一样形成肠卵器 一样是在刚刚牙杯的位置 差不多的位置的形成 那它的包子体 会跟叶苔很像 就会涂出去 会形成一个延伸的饼状的结构 所以你看到是这样 这边是一个 液台 然后上方会形成一个什么呢 形成一个包子体 那这包子体呢 在成熟的时候呢 很有趣的时候 它为了让增加它包子散发的距离跟能力呢 它会形成一个 四列口的 四个列的什么呢 结构 所以当你今天成熟之后 它好像一个什么呢 开花一样就这样打开来 就这样裂开来 里面的弹湿呢 就会把包子呢 弹出去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增加它包子散发的能力 那造成这个裂开来的原因呢 是它在包子囊的 这个包子囊的上方呢 它表皮的地方有四列垂直的 特别薄细胞壁的排列的一个细胞 所以就从那个非常薄细胞壁的位置呢 裂开来 然后把位置散出去 所以这边把它画图比较简单 原来形成的包子囊 是一个构圆形的结构 然后从上到下 有四列的薄透明细胞 干燥之后呢 这边因为拉力的关系 就会把这个四列的薄的细胞呢 扯破 然后就包子散出去 好 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部分 基本上是什么呢 是地前类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地前类 我刚刚有特别强的部分 是一份排前类 三个分类群事实上是 平行演化的平行细群 Limbers 这地前类 是其中一个 所以你看到的 基本上是那种平贴在 什么呢 基石上面生长 第二种 是这种 脚胎类 它的叶状体 它的配置体的部分 也是平贴 但是它的包子体的部分 是你看到这里 一根一根长出来的 为什么称之为脚 它称为轰那个结构 轰那个是牛脚的意思 指的就是它的包子体的特殊形状 它的包子体呢 它在肌部的地方有分身组织 所以它可以一直往上生长 到完全这个个体养分不足以支撑的时候 它才会停止 而它一样是从上方开始裂 所以它就可以把里面的包子散出去 那这个是我们在讲的第二个分类群的脚胎类 那第三个分类群的部分 就是我们在种兰花啦 种一些什么呢 植物 那种白色的 只要放到水也就会膨胀很多的 那个是土马中类的植物 那那个我们今天一定讲不到 那讲到也可以啊 可以到晚上10点以后的事 你摇头我也不要啊 好 那这个Homworth呢 俗名叫做Homworth Hom就是那个脚的意思 牛脚的那个脚的意思 它事实上这个分类群物种很少 现在存活下来的 发现下来就是100种而已 非常的稀少 但是很好玩 你不要在全世界都找不到 我上次踩的后来好像没有扬起来 在进水淫古道的路口的地方就有这个东西 好 那它的结构里面 我们在讲的配置体 跟地前是非常相近的 它的整个结构构造都非常相近 但是它没有突出 它没有像地前类 它不较像是蛇胎内 不是蛇胎 对不起 那个扶胎内类的 是长在表面 凹陷的地方 然后呢 那个核子受精卵呢 就往上 一直生长 形成这个所谓的 四角状的包子体 好 那配置体系 我们都一样 刚刚讲过了 就跟地前类 跟地前类 剩下的 那在这里头呢 它比较特殊一点 在这个 Gavetophyte里面 这个配置体里面呢 它的叶绿体 是每一个细胞 只有一个很大的叶绿体 一般来讲 陆地植物 一个细胞里面 是有很多的叶绿体 但是在我们讲的 脚胎类 一个细胞就一个叶绿体 就一个大大的叶绿体在里面 然后里面有一个淀粉盒 这个构造 跟我们在之前讲的 枣类是比较相近的 然后呢 它的附着呢 也是靠这个所谓的 单细胞的甲根来附着 所以你看一个照片来讲 或看一个图片来讲 下方这个瓶贴在地面的 这是它的配置体 然后它的配置体 里面的肠精液肠卵器呢 就长在这个叶状部的背面的上方 这些中间凹险的地方 精子卵结合完毕之后 就直接从这里 受精卵就长上去 那它长的结构 构造跟地前内有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 在它基部 我们大家会看那个卡通图的部分 结果的部分呢 它在基部的地方是有分身组织的 所以它可以一直往上生长 一直分化 一直产生 碱数分裂 产生孢子 比较特有特殊的一个现象 肠精器肠卵器 都跟我们刚刚讲的很相近 都跟地前类很相近 它就长在叶状体的表面 那它非常的简单 这是它的肠精器 一个饼连接 在什么呢 在配置体上面 然后呢 一层不因细胞 里面有大量的精子 长卵器 简单到 你看到就是一个什么呢 瓶状的结构 然后肌部有一个卵 就这样子 然后精子来 就一路的下来 去跟卵做结合 所以它在 雌雄的 这个 产生配置的构造呢 事实上已经比 什么 比刚刚的 地前这个分类群 更简单 但是呢 它的 往上生长的 这个包子体 所以 就开始出现了一堆 讨厌的东西 什么呢 我们原来都讲 气孔是到了 尾管出植物才有的 就到了绝类植物 这类型才有的 另外在这里 脚胎的包子体的表面 你看到这个 像脚的一个棍棒呢 它的表面有气孔 它有气孔的存在 所以呢 它有 包子体 它的表面 有 气体交换的构造 而且呢 这样的一个 包子体呢 它是有 液滤体 可以进行光额作用 制造一部分的养分 供给 包子体所需要 虽然它 大部分的养分 还是从 下方 连接的地方 从配置体拿 但是它已经有一部分的能量 可以自我生产 然后呢 这个包子体的 最底下的部分呢 它有 Mary Step 它有Basal Mary Step 它有肌部的分身 组织 所以它可以 持续的往上生长 延伸上去 好 所以呢 把这个 包子体 做一个 切片 画成图的时候 你现在看到 这两根 这个还是它配子体的部分 这个是它单背体 配子体的部分 它这个包子体的部分呢 从这个虚打点的部分开始 最底下是 它迁入到 配子体的逐步 然后呢 上方 它会维持的一团的细胞 这一团的细胞 是属于原始的 具有分身能力的细胞 我们称之为 Basal Mary Step 或这边叫做 Mary Step 就所谓的 分身组织的区域 那 刚刚叫做 Basal 是肌部的分身组织 所以 为什么我们在讲 这个 脚胎 这个脚的结构 这个 包子体的结构 可以一直往上增长 主要就是在它下方 有一个Mary Step 有一个分身组织 好 那分身组织呢 往上一直进行细胞分裂的过程呢 再来就会进入到分化 那分化的结果呢 它在里面 就会形成了 包子囊 同样的呢 这个包子囊呢 随着成熟 就会形成包子细胞 包子 经由减度分裂 产生的包子 所以就好像一个棍棒里面有一个空间 这个空间是一个圆柱状的结构 所以在它的外面 在它的外面 它事实上有所谓的外层的部分 就是包子体的外模 在里面有一个中轴 这个中间的部分有一个中轴 然后呢 那个环状结构的空腔呢 就是它在形成包子 进行减度分裂形成包子的地方 好 那 原来我们在讲的 地前类它会形成痰湿 就是它在细胞 分为两大区块 圆形的蓬大的细胞 会形成包子母细胞 常形的细胞 会形成包子 痰湿前趋入 但是在 脚胎类的时候呢 它所形成的 这个所谓的假痰湿 它不是单细胞 它是多细胞 它是多细胞 延伸的 所产生的 但是它的 包子母细胞 一样是圆形膨大 然后随着 下方的 分针组织 一直分裂 分化往上顶的结果呢 同时 它的包子母细胞 就随着它时间的成熟 会形成四分体 就是经由减数分裂 形成四个细胞 然后呢 再往上的时候 就会大量的累积 包粉质 变成包子 然后呢 它在最上方的地方呢 这个 脚胎呢 它会有垂直的 薄壁细胞 所以它就会裂开来 裂开来之后呢 已经成熟的包子 就会散出去 而下方 还没有成熟的部分呢 它就不会持续的往下裂 所以 它等于是一个 连续可以散发包子的构造 所以我一定要强调说 如果它今天 能量不是问题的话 它这个所谓的 基础的分身组织呢 理论上可以一直运作 但通常来讲到最后都不行 养分不够 好 所以在它基部的地方呢 这是肠精器 这是肠卵器 很简单 简单到今天呢 这个精子出去去跟卵做结完毕之后呢 就直接在里面形成了受精卵 然后形成胚胎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刚刚讲的包子体 就开始变复杂了 所以在上方呢 成熟的 它裂开之后呢 这个包子就散出去 但是下方的就持续往上伸长 往上成熟 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那脚胎类呢 很有趣的一点呢 它其实会形成那种 看起来有点恶心的 那个包 那个水泡状的结构 这里一颗一颗这个 其实这个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脚胎 的叶状 但它表面会形成这样一个 这是什么呢 这个事实上里面是念珠爪 这个里面是念珠爪 所以它会跟 蓝绿细菌共生 当然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蓝绿细菌可以进行固氮作用 因为一般来讲 这类型的植物所生长的环境 并不会太好 它的氮分 会形成一个什么呢 限制因子 所以它自己培养 念珠爪 自己利用念珠爪进行的固氮作用 来获得氮元素 所以 脚胎它会有内部共生的念珠爪 脚胎跟地前可以区分的地方 因为两个是太紧了 脚胎跟地前 在这边可以区分的部分 我们再把它列出来 一个就是脚胎它的包子体的形状 是完全不同的 脚胎的包子体 它基本上是锥形的脚 而地前类的包子体 是依附在 通常来讲是依附在 在 配子体 不管是在 长 短气柄的下方 或者是 直接往上生长 形成什么呢 顶端是包子囊的结构 而 脚胎类呢 是形成锥状的脚 然后呢 在 包子体的肌部的地方 是有分身组织的 但是 地前类是没有分身组织的 在 包子体的部分 会有气孔 但是地前类是没有这样的构造 好 在 脚胎类呢 它的叶状体的 光合作用细胞里头 是单一的叶绿体 但是在什么呢 在一般的地前类 不会形成这种单一的叶绿体的现象 那脚胎类的肠卵器 是直接在叶状体的里面 所以你看不到像 地前某一些分类群 是有形成肠筋器柄跟肠卵器柄的结构 那 脚胎类刚刚讲的 它会形成很多有趣的 具有黏液的空腔 就是为了让念珠藻在里面生长 为了让念珠藻可以进行固担作用 可以什么呢 形成它所需要的寒淡物质 好 真险呢 其实 一般来讲你在野外 就算看到它也不认得它 但是你们如果说 家里有种南瓜的 有没有看过它那个里面下面有那白白的 奇怪的东西 或者你们在 一般的那种 原影店里头看到一些 寒水然后摸起来湿湿白白 乳白色的一些 长得像草 但是又不是草的东西 那东西我们叫做水苔 那东西事实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真险缸里面的物种 那 这个东西呢 其实 蛮有趣的 而且也被 作为一些小型的 所谓的什么呢 景观箱 或者是一些生态箱里面的一些 造景的 生物 那 它其实上来讲呢 你去找全世界的资料来讲 大概就一万种而已 并不多 但是呢 被认为 它是 在整个 以配子体 就是以单倍体生物为主的 特有 有演化出来一些相似于 维管束组织 但是对不起它并没有非常的有效呢 它是介于说有运输能力跟无运输能力 中间的一个阶段 我们在讲的维管束植物 的部分 基本上其实是以绝类植物以后的 但是 在 苔藓植物里面的真险缸里面 请记得 有 开始出现这样的构造 所以再给你们强调说 生物太多的例外 好 但是呢 请记得它 虽然说有 已经开始有所谓 类似像 Vescura tissue 这种 维管束组织 但是它是不全的 而且它是构造功能并不好 所以 常常被忽略 不叫做维管束植物 那 当然它是以配子体为属的 它的整个世代的情形 都是单套蓝色体 只有在那个 受精卵完毕之后 发育成的 包子体 长在配子体上面那个部分呢 才是二倍体的事情 但通常养都很小 所以你去看呢 很有趣的也就是说你去把它拿起来 你会发现它横向的这些分支呢 非常的长 甚至 常常可以长非常远的一个距离 所以 下面这里 基本上全部都是在什么呢 通常来讲湿地 就是在水里头 那上方这些绿色的部分 它跟着精英光合作用的一个部分 所以 很有趣的 情形是 它会有很多 我们叫做Portolema 但是Portolema 有时候甚至是很轴的一个部分 好 那 在英文里头 叫做Morse的东西 其实很多 理论上来讲 在真正 我们使用的Morse这个字 其实就指的是 真显 这个部分 问题是在 传统的 欧洲用语里头 比如说叫 Aerish Morse Aerish Morse 对不起它是红枣 它是红枣 所以 不要在一些 书本 或者是一些 商品上面看到 Morse这个字 你就把它当作 真显类 它有些是会假的 Aerish Morse 对不起它是红枣 我们在讲的 空气凤梨 在 欧美的 用语里头 它叫 Spanish Morse 因为 早期来讲的话 西班牙这个地方 比较靠 南 比较热 所以它可以长起来 空气凤梨 所以当时他们就把它 看起来 那个形状 构造都很像 海显类 所以它叫做 Spanish Morse 但是它是开花植物 它是凤梨科 的开花植物 那我们在讲的 Clob Morse Clob Morse 对不起 它是 无种子的 回暖处植物 食松 叫做Clob Morse 所以 请记得 刚刚一直强调 你看到那个Morse 那是比较被骗的 比如说 Red Dir Morse 它事实上 是第一 它是 真菌跟藻类的共生 所以 这些虽然 都把它叫Morse 对不起 但它都不是真正 我们在讲的 苔藓 这点要先强调 比如说 Aerish Morse 事实上就是什么呢 长壮风披草 就是我们可以拿来 吃的 或者是你们在上次实验课 有看到那个 红樱藻 就是这类型的 小小的 不大 2公分左右 那Spending Morse 基本上 你我知道翻 就是西班牙的 台写 对不起 它是空气凤零 好 那 在哪些地方可以找到呢 它的环境 其实很 多 随着不同的分类群 可以适应的条件不同 在 现在的 加拿大 一带的地方 或者是俄罗斯一带的地方 北方的地方 它有一大片的部分 是要做Tentrum 台原 又叫做Pigdong 那是什么呢 泥炭沼泽 那这些地方 事实上 其实它是原来的湿地 但是呢 因为它 它 什么 让 台蜆类 尤其这些真蜆类 可以在边缘一直长 那随着它的生长死亡 生长死亡之后 它就越累积越厚 越累积越厚 那事实上 也不是只有 现在的加拿大 或者是 西伯利亚有这些地方 在 热带的 比如说像 爪哇岛 它也有发现在这种湿地底下 原来都是属于什么呢 泥潭 那台湾有没有泥潭地 我有讲过 在现在的日月潭 原来的日湖 现在是投射盆地 那下面整个下去全部都是泥潭土 好 那 沙漠地方有没有 有一些很特殊的物种 特殊的分类群 它就会长在沙漠的地方 在沙漠岩石的上面 比如说你现在看到的 这个是非常干旱的一些地方 它现在就长起来 那 Molstentral呢 基本上来讲 通常是这种湿地的条件 也有一些 会变成水深的 癥潜类 所以它的范围 其实从干燥的地方 一直到潮湿的地方 都有 但是主要的分布 还是在于什么呢 现在的 所谓的 胎原的这些附近 好 那 如果你从上往下去照呢 你会看到下面这个 好像是小叶小叶 一片一片 零片状的 那个绿色的部分 那个部分 是它的配置体 那它的包子体在哪里呢 就长在每一个分支的顶端 继续往上生长 长得一根像高尔夫球一样的东西 那就是它的包子体 那个就是它的包子体 所以它的包子体 基本上是依附在配子体上面生长 它的二配体的时期 基本上没有看到有独立存活 那 它的繁殖方式呢 一样没办法脱离水 为什么 因为它的精子 必须要依靠水的条件 才能移动到长卵器去跟卵做结合 所以一般来讲呢 它的精子一样具有边毛 从长精一出来之后呢 它必须自己想办法游泳 然后呢 当然要接受长卵器 所释放出来的讯息 到长卵器去跟卵做结合 那精子卵结合之后 变成受精卵 就在那个地方直接 就开始进行有失分裂 形成包子体 所以就等于在原来的 长卵器的那个原来的位置 就直接发育成包子体 好 所以呢 这个图就照得很清楚了 这个是永共的精子 这边是长卵器 所以 这边是长精器 它基本上精子就散发出来 然后呢 卵在这里 这边这颗是卵 这个是它的长卵器 那同样呢 它会形成 腹部跟颈部的结构 那当然呢 颈通道的细胞 会随着长卵器的成熟 细胞会分解掉 然后释放出来物质 所以就可以让精子呢 从这个通道进来 好 那再把它放大来看 你看 在 土马中 这一类的植物里面 它的 分枝的最 顶端 就每一个长起来的这个 枝条的最顶端呢 你 理论上来讲 可以找到雄性 或雌性的 生殖构造 这个找到的就是什么呢 雄性的生殖构造 所以这边虽然每一个零片叶 就是那小叶的部分 没有到 现在很清楚 但到最上方 这里还有一些小叶 它的中间就是什么呢 这边就是它的长经器 所以 等于是 它顶端的这些长经器呢 在水的条件底下呢 就会 破裂 散发出去 精子 就会随着水出去 去跟长卵器 跟卵结合 那同样的 它的长卵器 也是位于 顶端的位置 那我们再把长经器 放大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里头呢 每一个 这些已经细胞分裂完毕之后 细胞和质都浓缩的 非常好的精子 那堆叠得很好的状况 是要到它成熟 只要水一来之后 长经器理论上 顶端破裂 它就出去 所以 一般来讲呢 它为什么有办法 脱离水的条件 甚至它生长的地方 多是 下雨很频繁的地区 主要原因是 因为它的膳释放 它的精子释放 还是必须因耗水 那 它长卵器呢 同样在这个分支的顶端的地方呢 你可以找到 长卵器的结构 这边一样 这些都是小液 这些都是不孕的构造 就是专门在进行光合作用 产生能量的这些部分 当然不是真正的液 好 那中间 当然这里就是什么呢 一个一个的长卵器 那它的长卵器呢 在这个顶端的地方 它的成熟时期是 什么呢 间隔的 那当然为什么要这样去做 很简单 因为其实一般来讲 你这样的一个顶端 它大约可以承受的 就只有一个包子体 所以它也只能承受一个软 跟精子结合完毕之后 它的养分才足够供给 形成什么呢 包子体 所以通常来讲 这边的长卵器 可能会有很多 但它成熟的时间是不同的 但成熟的时间不同呢 就代表什么呢 间 环境 今天 所谓的 雨水来了 精子过来去跟 长卵器面卵结合 只要一结合完毕之后呢 它开始进入到包子体的 发育的时候 它就必须大量的养分 从配置体的这个部分来 那其他的长卵器 基本上就没办法再往下拔育 就停掉 所以你看到这里很清楚 这个卵 基本上已经成熟了 那开始通道就慢慢的 细胞就开始分解掉 然后精子就有能力配进来 好 那 这里拍得更清楚 这还一次切了三四个不同的长卵器 这里头理论上来讲呢 这个应该是完全成熟的 这个应该是下一个要成熟的 这个可能已经空掉了 所以 这里 几个长卵器用红色的 蓝色的非常清楚之外呢 旁边这些 所谓的叶状体的部分 就是小叶的部分呢 它就是专门在进行光合作用 去供应整个植株所需要的养分的来源 好 所以画的更简单一点 把它画成这样 基本上来讲 往上 有一个柄 连接在原来的个体上面 然后呢 上方会形成一个什么呢 腹部 腹部最后会产生一个软 上方会有颈通道细胞 颈通道细胞跟颈部呢 它就各自的会配合 颈通道细胞成熟之后 会整个分解掉 所以中间这就会变成一个连续的通道 那当然这个分解掉之后呢 它的相关的化学物质 就会释放出去 让精子可以顺着它的化学物质的浓度呢 进道长卵继续跟卵做结合 那当精子卵结合完毕之后呢 再来下一个就是什么呢 受精卵进入到有势分裂 然后进入到包子体的形成 那这是发育到一半的包子体 刚开始发育还没有完全 发育到一半 那这个时候还没有办法看到很多它完整的构造 甚至连什么呢 它的长卵器上端被挤破 而形成硕帽的结构 都还没有非常的清楚 所以成熟的结构呢 它整个去看的话 这样的重切片 你会发现它中间是一个中轴 然后旁边是一整的空腔 那空腔里面呢 如果成熟之后 它的二背体细胞 会进行减速分裂 去形成包子 那包子是单背体 所以它等于在这个阶段 会走入到 什么呢 包子体 会制造出大量的包子 那包子当然就会被覆盖什么呢 我们之前所讲的 所谓的包粉质 然后可以让它随着风 或随着环境的界质飘散 到其他地方去 再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 配子体的一个把它弄发 那如果从上往下看呢 包含了硕帽 包含了硕盖 我们后面会仔细再讲 好 那你这里去仔细看 这个拍的比较清楚 上面有没有一个叫 那个白色的 不织布的那种构造 盖子 毛毛状的这个 这个是它的硕帽 硕帽其实原来是它的 藏卵气的结构 所以这个部分呢 它随着它往上生长呢 它会把它整个往上一直拉 那到了真正 这个快要成熟 包含快要成熟的时候 这个帽盖很容易就掉了 这个硕帽就很容易盖 但是在它里面 它有一个盖子 它有一个硕盖 所以你把外面那层呢 如果说你在野外看到 你可以拿小镊子 小心的把它拿起来 很有趣的一个构造 那里面才是真正的一个盖子 那个盖子是保护着整个包子体 包子囊的结构 那同时在它里面 就会形成一些特定散发包子的构造 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叫塑尺 塑尺随着它的温度的改变 干湿度的改变呢 会形成弯曲伸直 而把里面的包子呢 弹放出去 所以如果在仔细去看的时候呢 上方最外面这个 还没有很清楚的 那个白白透明的部分 是它的硕帽 里面 这个东西才是它的塑盖 所以外面有一个 我们刚刚讲 像不知不一样结构的东西呢 这个是它的硕帽 里面有一个盖子 那盖子里面有这些 凸出来尖刺的东西 这叫塑尺 所以它是一层一层的构造 最外面是塑帽 里面是塑盖 在里面是连在包子底上面的塑尺 那 这个部分 就是可以让它包子散发出去的开口 所以 第一个塑帽先掉 再来塑盖掉 塑盖要掉 因为它是直接整个包子囊的结构 所以它有一圈细胞壁很薄的 很薄的 一环 我们称之为塑环 所以随着它的干燥的时候 这一层细胞壁非常薄的结构呢 它就很容易裂开来 当只要裂下来的时候 塑盖才会掉掉 那同时里面的塑尺呢 才会进行运作 好 所以整个结构来讲呢 它在这里面 当然就有一个 可以把包子弹出去 送出去的一个構造 那这个我们刚刚有讲叫塑尺 所以这个时候呢 大量的包子 可以利用这些结构呢 把它送到外接去 然后呢 到了适当的条件 适当的环境之后 这些包子才会萌发 如果今天环境不适合 包子就在那边什么样呢 形成禁止的阶段 那如果今天很不幸的 它一直没有遇到适当的条件呢 对不起 那包子到最后会变成什么呢 地层的沉积物 所以在地层里头可以找到花粉 可以找到包子 原因在这里 好 那当然如果顺利的话 它就会形成单套的Potoderma 就是丝状体的结构 它就是 一直细胞分裂成 细枝状结构 好 那在这里我们就再继续看 当你塑帽塑盖 都掉了之后 里面这一圈 我们叫做塑尺的结构呢 它事实上是随着湿度的不同 而会形成收缩跟弹出的结构 当你潮湿的时候 它会形成压制中间这一环分支的情形 但是呢 当你干燥的时候 它会往下收 这个时候呢 它中间的这个环形的尺的部分呢 它就会有张开的弹力 这个时候里面的包子就可以被它给弹出去 所以利用干燥 潮湿 干燥陶湿 干燥陶湿 这样的一个循环呢 就可以把里面的包子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风的一个吹动 还有甚至动物走过的一个 什么呢 老洞 都会帮助它把包子散发出去 所以这个尺状的结构呢 就顺利的 可以让它把什么呢 包子弹出去 那这里甚至他们有时候 会把它称之为叫Elect彩湿 那这个弹湿跟我们之前在 那个 所谓的 地前类呢 讲的弹湿 基本上不一样 地前类的弹湿 是独立形成在包子里面 而这个是连结 好 那整个真弦类其实说真的 大致上整个分类群就三个木 那我们常会用到 我们常会看到的 其实在讲做兰花 繁殖的那个基茨呢 我们在讲的水苔 事实上是泥碳险木 泥碳险 现在事实上 只剩下大约三百种 并不多 但是泥碳险呢 是现在所知道全世界 在煤矿 里面 被压集成最好的煤矿里面呢 主要的成分之一 为什么叫泥碳险 就已经讲得很明了 泥碳 这样的一个字 甚至他们开玩笑说 在欧洲 你赶快看到小小的影片 他们甚至都可以直接挖开来 直接把它拿来当什么呢 燃料来烧 那 它 泥碳木呢 只有一个数 事实上物种也很少 就三百种 它的保水能力非常的好 因为 在整个泥碳里面呢 泥碳险里面呢 它会形成大量的死细胞 而这些大量的死细胞呢 它会有细胞增厚的情形 那 这些死掉细胞增厚的死细胞呢 环绕的其他薄壁的活细胞 就具有保持水分 让什么呢 让这些薄壁细胞使用的一个能力 所以看到会是像这样的结构 这些 是活的细胞 它里面有大量的业绿体 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而 这些死掉的细胞呢 它的细胞必未增厚 它会形成很多孔 然后呢 水可以顺利的浸到这里头 第一个可以具有保水的能力 第二个可以防止什么呢 其他活细胞呢 缺水 所以 泥碳 鲜呢 它这些 我们称之为 high ring cell呢 它等于是具有保水的能力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在 进入到干旱的时候呢 只要时间不长 这些high ring cell呢 就可以有能力提供旁边活细胞水分 让它继续存活下去 好 你看 那 如果 你把活的 图码中拿来看呢 会更清楚 这些是 具有液绿体 可以进行光合作用 所以它形成 偏绿色 然后呢 这些 死细胞 你会发现它有 很明显的 空间 可以 储存水分 那 这是把它 叶片 直接拿来 透光在显微信下面 所看到的结果 你也可以看到 这些是活细胞 然后中间有很多的 透明的 死细胞 那 再把它放到 电子显微信下面 看的时候呢 更有趣一点 你会发现呢 这里是活细胞 然后 这个是high ring cell 这是透明细胞 那透明细胞 细胞呢 都会有一定的开口 可以让水直接流进去 所以 你会发现 每一个high ring cell 都可以找到一个开口 所以 它已经知道 怎么样细胞分化 进行各自的功能 活的细胞 这些光合作用细胞呢 就持续的 进行光合作用来 制造养分 然后 使细胞呢 主要功能就可以 让水 储存在里面 好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就刚好 干燥之后 拿来做为什么 兰花的 培养的基材 可以具有高度的 保水能力 那 图马中 这一类的植物呢 你如果去把它 整个植株 拿起来去看了之后 你会发现它 它会形成两种分支的形态 它的配置体就是有两种形态 一种是侧面的分支 一种是下垂的分支 那这两种的功能 当然就会有些不一样 侧面的分支 基本上来讲 就让它可以平行的 持续的生长 然后呢 垂直的这些分支 就可以形成什么呢 牙体往上去成长 所以你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把它 拿起来一整块呢 它侧向有侧向增长的 然后 往 上呢 形成这种 具有鳞片小叶结构的 那 它就会怎么样 它就会形成垂直生长的一个情形 所以呢 如果你去看它的丝状体 就是从那个包子萌发之后 它的丝状体会比较形成像盘状 所以它不会立刻的往两 大量的去往外去生长 而会形成这种盘状的结构 然后再由它呢 去往上生长出 侧那种其他的分支 那配子体 存在大量的死细胞 就我们刚刚讲的 所谓的hybrid cell 事实上那都是死的细胞 同样呢 它的塑钙 你如果去看土马中的话 很有趣的 你的塑钙呢 其实很容易就裂开 就掉掉 所以土马中是 在这里头呢 属于塑帽塑钙 很容易会消失掉的物种 大约地球1%的土地 是由这样的生物把它占领 所以它是碳循环以后 非常重要的一个生物 好 那我们刚刚有讲过 它的顶端通常就是 肠筋器跟肠卵器的一个结构 那顶端的部分呢 如果肠筋器或肠卵器呢 你会发现很有趣的 就是说 因为它顶端是一直 具有生长点的 所以呢 照一般的轻银之下 它下方 側像长出来这些小叶呢 在它的里面 会形成长筋器 如果是雄性的 而这些雄筋器也因为 往上生长的芽点 它的分裂之后 分化的时间不同 而会形成这些长筋器 在不同的时间成熟 所以释放精子的时间 也会不同 同样的在长卵器这一边呢 你去看的话 它反过来 它是从中间 先形成长卵器 先成熟 形成成熟的软 所以 第一个 长卵器 成熟 如果精子没有过来 跟它结合形成受精卵的话 它会萎缩掉 那这个时候 它的两侧 它的整环的结构 第二批的 长卵器呢 它也会发育 然后成熟 然后呢 软可以做结合 所以 这个时候 如果有 长筋子呢 进来去跟长卵器 一头软 结合之后呢 在原位形成受精卵之后 进入到有失分裂 这个时候 对不起 旁边的长卵器 因为这样的一个受精卵呢 它在细胞分裂的所有养分 都是由这个磁的 配置体 来支持 所以 其他的 长卵器 它的发育 就会减缓 而停止 所以你去看的时候呢 这个它顶端 这个基本上 都是磁心的结构的时候 它就往上 在原位的地方 就开始往上发育 形成它的包子体 那这是刚开始 刚开始的阶段 还没有成熟 所以 肌部的地方 看不到应该有一个 逐步去迁入到配子体里头 然后中间有一个柄 上方是它的包子 那 那这里很清楚 可以看到它的塑盖的结构 但是这个时候 硕帽没有看到 因为它可能太透明了 好 那它的结构呢 基本上你去看 下方 迁入到什么 原来配子体的 单背体细胞的这个部分呢 同大迁入的地方 我们称之为胃竹 那个不是包子体的结构 那是配子体的结构 所以叫做 Ceutopotam 所谓的胃竹 那上方真正迁入到里面的 才是包子体的竹部 然后呢 上方是它的柄 缩柄 短的缩柄 然后这个最上面 才是它的包子囊 这样的一个构造 好 那生活史其实 都很简单 真决 真显类的生活史 就是什么呢 精卵结合完毕之后 在上方直接长出包子体 包子体 就 随着它的成熟 上方的包子囊 就进入到了 减速分裂 才生包子 然后成熟之后 塑盖掉了之后 包子就出来 萌发 就长成了原尸体 那 那个 Potolema 它的原尸体 基本上称之为蝶状的构造 再往上去生长出来 它的配子体 小叶跟中轴的一个结构 我们把它称之为中轴 课文有些把它写成叫做金 那它不是真正金的结构 请记得 还有刚刚有讲过 在这样的类型的物种里头 它已经有一定的什么呢 维管术的类似的组织 具有运输的能力 所以 在它的 这个 配子体的 垂直生长的配子体的顶端呢 它会形成长经器 长卵器 那随着物种的不同 有些是同一个 有些是不同的 但通常有都是不同的分支 形成长卵器 去过长卵器 好 那精子去跟卵做结合之后 形成受精卵 然后再发育成什么呢 包子体 完成它整个的 Safe Cycle 对 Life Cycle 好 那有讲过 泥占地大概占了全世界土地面积的1% 还有呢 这个泥碳呢 如果它死完毕之后 你把它清洗完毕干燥 它是有点 黄白色或乳白色的 然后它很好压缩 因为它有大量的死细胞 那里面原来是储存水 但干燥之后里面上就是空气 那空气就很容易挤 压缩 所以小小的一包 泥碳血呢 事实上可以压缩到非常小 但是你只要一加水 就可以膨插到 5倍到10倍的一个体积 所以它会是很重要地球的炭库 尤其是泥碳血 那也是现在我们在使用的煤炭的一个来源 所以在所谓的加拿大北边 或者是像什么呢 西伯利亚 你如果在这些排原呢 往下挖 你会发现这里面全部是非常黑色的 土壤 那这些土壤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一直累积的泥碳 转化成的土壤 称之为泥碳土 那泥碳地呢 很有趣的意思是什么呢 它事实上会常常在北欧 西伯利亚或加拿大北方呢 把一个湿地湖泊慢慢的消长掉的一种物种 怎么说呢 通常来讲它会在这个边缘水域环境 大量的生长 那大量生长之后 当然同样的随着季节 它就会大量死亡 所以大量生长 大量死亡呢 它就会在湖里头 开始形成沉积 而且呢 通常来讲 这些泥碳线 进入到水体环境之下 要开始进入到 什么呢 分解的时间呢 它的酸度其实蛮高的 它的斧直酸 可以到PH4以下 那通常来讲 PH4以下的其他作物 其他生物 其实植物呢 并不好生长 所以这个时候 就在湖泊的底部 开始累积泥碳的残余物 那同时你旁边 因为堆积越多 沉积下去越多 它泥碳呢 就可以慢慢的 往中心去生长 那随着它的时间 最终有一天 整个水体环境的空间 都被泥碳的 死亡的泥碳的成绩物 填满 那这个时候呢 一般来讲 如果说到顺利的风化 上面可以开始长出小树苗 但这个小树苗呢 它长不好 为什么 因为在这些地方 泥碳存在的地方 如果没有其他的介质的话 它的酸度非常的高 所以这些小苗通常长不好 又会死掉 所以整个上到下 看到的应该都是泥碳的成绩物 甚至随着它的转化形成的泥碳 所以一般来讲 如果用泥碳土的时候 最好你要做一些处理 因为它的酸度是比较高的 好 商业上使用的 你会看到这样子 这个 是压缩完毕的水苔 然后呢 你把它打开来 它是通常来讲都比较破碎 因为它干燥之后容易断裂什么的 就会形成这种类似像粉末的构造 好 那 加了水之后 它会快速的膨胀 它甚至会膨胀五倍到十倍 之后呢 就可以拿来做什么 做一些植物植栽的介质 比如说现在在转兰花 组织培养兰花 它就用什么呢 灭过菌的水苔作为基质 让它在里面生长 这个时候进入到第二阶段 就是离开平苗 进入到什么呢 进入到环境的一个驯化 好 那甚至你在一些原因店里 可以拿到很多 它做的很漂亮的一些盆栽 比如说这种吊饰的 它利用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泥碳 险 具有 Hiring cell 透明细胞 它只要泡到水里头 它就可以大量的吸取水 等于那是海绵的一个情形 那这个时候你把一些种子 撒在里面 它就可以顺利在里面发芽成长 最后形成一个很漂亮的吊栏 那在其他的 譬如说兰花的栽质 其他一些原液花朵的栽质 也都会大量使用到 苔藓植物里头的泥碳藓 比如说 它把它压制成这样的一个构造 那压制成这样的构造 事实上它是两片 好 这个时候呢 你把你的组织培养的兰花 这个时候已经有长苗了 把它放在这个两片的水苔片的中间 然后把它放到什么呢 苗盆里头 一洒水 它就会膨胀起来 然后呢就可以填满花盆 同时它也可以什么呢 让这个小苗 顺利的成长起来 那在果树的一个栽质里头 常常会进入到一个叫做高压压条 就是说我今天在这个 什么呢 果树或其他我要的树木的 比较大的枝条 大概两公分左右的枝条 我削一个开口 削一个开口完毕之后呢 你在这个地方包上水苔 然后用塑胶袋或保鲜膜 把它绕起来 但你请记得你这个 上面的这个缺口呢 这个伤口呢 你千万不要给我拿一个环状剥皮 然后用环状剥皮 这个字条就没用 所以它是有消掉一小块的什么呢 消掉一块的树皮 可以让它有缺口 让里面的形成层呢 可以开始细胞分裂 然后有机会分化什么呢 变成根的结构 那随着保持湿润的一个条件呢 它外面就主要是利用什么呢 水胎 泡水之后把它给盖过去 然后通常讲 再用什么塑胶袋或保鲜膜 把它封起来 让它水分不会丧失 大约隔了 如果做得好的话 大约隔了四个礼拜 理论上这样的一个分支里面 会长出苗来 如果苗长得顺利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下方 连接植物的地方的切开来 这个具有苗的分支 就可以再来拿来种 属于无性繁殖的一种方式 好 那泥碳险的部分大致上讲 第二个 在真弦类里面呢 比较小的 只有一百种大 叫做黑险 那黑险呢 是比较特有的分类群 它长的地方都不是一般的真群 真弦类生长的地方 它生长在哪里呢 生长在一些高山的岩石 或岩石碎屑坡上面 譬如说它长在火山岩上面 所以有人把它叫做什么呢 花岗岩险 或者直接长在石头上上面 它称之为岩险 好啦 那有趣啦 它不是需要水 所以这类型的真险类呢 它的整个生活史就有做了一些改变 它在 油水的条件底下 会快速的完成 它的有性生殖 那如果说今天 环境恶劣的时候 它通常会利用包子 在土壤 环境里头呢 继续生活下来 所以一般来讲 这群的真险木它生长在 干燥多风寒冷的山上 所以一般是不太好的环境 好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通常在这些岩石上 它会形成一个像球状的结构 所以你看到就这样小小的 球状的毛茸茸的 一片一片小叶非常的细小 那所以有人叫它 所谓的Gracial mice 所谓的冰川老鼠 事实上它是植物 请记得它是植物 那 比较容易找到的地方在哪里呢 肯亚 非洲的肯亚 或者是冰岛 或者是挪威 这个物种 这个分类群比较常见 其他的地方并不常见它 那当该潮湿的条件底下呢 你会发现它很快速的又怎么样 一根一根的包子体产生 这个时候呢 里面的包子 在环境条件许可的情形之下呢 就会散出去 顺利的什么呢 顺利的开始繁衍下一代 好 那 黑显类 它的包子体的破裂 跟一般 普马中 就是泥碳显类 或后面要讲到的分类群呢 是不一样的 你会发现它的开头是 从上往下 也会形成透明的细胞 所以它在破裂的时候 有时候会扭曲成一个 类似像 要怎么解释呢 你们吃的那个零食 可乐果三豆酥 那种螺旋状 或者呢 它不同的物种呢 可能会 因为它有上下的透明 薄皮的细胞 一破裂之后呢 它就会被压扁 那这里头的包子 就可以顺利的散出去 比如说这里 事实上包子已经散出去一部分了 剩下它的开口呢 剩下一点点的包子的存在 所以 在这里头呢 整个针弦类 你如果一看它的丝状体的话 它的丝状体的部分 它大约是两到三列的细胞 它的细胞数 并没有很多 而且呢 它在这里头 整个植株 整个植株 会有专门固定它的构造 所谓的甲根 right road 那甲根呢 跟我们之前讲的 跟其他的甲根不一样 它的甲根是两列的细胞 两列的细胞 不较像 地前在固定自己的灵片 地前的甲根是单细胞 是下表皮细胞的储处物 但是在这里 对不起 它是多细胞 两列的细胞 好 所以呢 它的结构 它的构造 生险类的包子体的部分 你从上往下看 这个是硕帽 硕帽是我讲的 那是原来长卵器的部分 尤其是颈部细胞那个部分 那 它被顶起来之后呢 当然随着时间 随着包子的承受 它很容易就掉 所以常常会观测不到它 但是呢 刚刚有讲过 黑血类它是由上而下的开口 它的薄壁细胞是由上而下存在 而不是像刚刚的泥探险呢 它会形成一个环 从上方打开来 所以你理论上来讲 你看不到硕盖的结构 你只看到硕帽的结构 好 那中间当然就是它的包子囊的部分 等到它包子成熟之后呢 一样 散发会破裂 然后让什么呢 包子散发出去 OK 那在这个第二个部分的 第三个部分的 大概是整个 真显木呢 大致上其实你从 我如果从台湾这边的话 你大概从500公尺的山地 一路到3500都可以找到它 只要在稍微比较潮湿的地方 它都可以存活得非常好 那生长的地区 生长的环境 它随着环境 随着物种 有很大的差异 如果你去看它的叶片的部分的话 你会发现它叶片是很好玩 怎么说呢 它的叶片其实就形成一个螺旋状的一个排列 所以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 从上往下看 你会发现它就是类似像楼梯这样 一圈一圈一圈的排列下去 那 当然在最上方的地方呢 你看到这个部分 都是它已经开始 进行到什么呢 有性生殖所产生的 所谓的藏经器 藏卵器的各个部分 好 那 为什么叫生险 主要的原因 当然就是在于说呢 它在这里头才有真正所谓各种 险类它的一个共同的特征 你如果去看刚刚的图码中 不是 那个 泥碳险 或者是黑险的部分的话 它在某些构造 会有一些不同 但是到了这个真险的部分呢 大致上 所有的特征都会一个存在 大致上所有的特征都会一个存在 大致上所有的特征都会一个存在 比如说呢 一般它的生活的地区 岩石土壤或者是灼身 在真险类里头大致上都可以存活 再来呢 某些特定的类群 它在空气污染的地区 它会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你今天这个地方 只要有空气污染的话 某一类群的真险是绝对不会找到的 另外呢 在古险这一类型的 它又会生长在污染的地方 所以它是可以作为一个什么呢 环境生物指标 用生物来做环境指标 非常好的一个分类群 那另外呢 有些物种 它在演化的过程底下呢 甚至会出现什么呢 甚至会出现一些特定的味道 比如说虎险类呢 你如果走到旁边的话 你甚至会闻到类似像粪便的味道 那为什么呢 事实上它的散播是利用苍蝇 所以它会利用苍蝇来之后 去碰触到它的包子 就它的什么呢 它在成熟之后 包子囊破裂 它的散失的能力 基本上会用苍蝇的一个接触 让它的包子可以黏附在苍蝇上面呢 去其他的地方 所以 这群的生物呢 已经有一些各种的特化出现 那如果你去看 它包子刚出来的结构 它的构造 是这种原尸体 这个原尸体它没有任何的分化 等于就是说你今天去看到的话 它在一般的土壤表面 或者是它今天包子蒙发之后呢 它就会开始形成单列细胞的原尸体 然后会有分支 所以它会大量的 包子在这里 它会大量分支出去 像一个放射线生长的一个状况 那随着这个原尸体 一直横向的移动 横向的生长之后呢 同样这个原尸体 它是有叶绿体的 所以它一样可以静音光的作用 所以当你这个原尸体 一路的往前走之后呢 它在某些细胞跟细胞间的位置 它会形成芽体 所以一个原尸体会延伸多长 其实不知道 但是它会产生多少芽体的 随着物种不同 也会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当你今天在往前走之后 它芽体就一直往上出 一直出现 所以你会发现 常常苔藓 尤其是蒸藓类呢 会长整片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跟它这个 所谓的PODOLEMA 横向生长是有关的 那同时呢 它开始形成芽体 往下会形成 right road的甲根 这个当然是跟它的什么呢 跟它的附着土壤基质有关 但是请记得刚刚有讲过 真弦类在它的这类型的部分呢 已经有部分的运输能力 所以这里事实上它还是会有一些运输的一个细胞出现 虽然效能非常的不好 但是已经有 好 同时呢 往上生长的部分 它就会形成轮撞生长的小叶 一路的往上 所以你会发现呢 每一个这样一根一根往上长 很可爱 当时射太多这种奇怪的动画 那在这个部分呢 刚刚有讲过 它有水分跟养分的conduction tissue 传导的组织 这个还不是真正的维管束 但是已经类似像维管束的功能 它有所谓的handle handle呢 基本上它的结构构造 是比较像什么呢 维管束的形成层 那形成层所需形成的导属 什么呢 继续往下生长 可以分化其他导水构造的结构 所以呢 你去看它等于是一个环形的分身组织 可以往外往内去形成导水跟传导营养物质的构造 所以这handle呢 等于是它的一个什么呢 生长的一个来源 那导水的称之为hydrate 导水组织 导水组织呢 本身来讲就是可以有部分水分的一个运输能力 但是呢 我们一般到了陆地植物呢 导水组织在导管的部分呢 它是形成死细胞上下相同 但是这个没有 这个都还是活细胞 这还是活细胞 虽然呢 可能在整个成熟随着不同的不同 有一些差别 它可能 会失去 什么呢 原生值 到了真正成熟之后 如果失去原生值表现 它就变成死细胞 但是一般来讲 它在整个过程的时候呢 它还是属于活细胞 但是这一类型的细胞 不像 我们陆地其他的植物呢 它有细胞壁增厚的现象 它是没有的 好吧 那 送养分用什么呢 这个叫做 Leptop 所谓的尼塞细胞 那尼塞细胞呢 它本身的功能就是 运输养分 它类似于像 陆地植物的 嫩皮部 那 在成熟的时候呢 它的细胞核是退化 但是它的细胞值 就是原生值的部分 是继续存在 所以它跟刚刚的 hydro的是不一样 好 所以呢 在这里 它有导水的构造 有传导食物的构造 有导水细胞 有泥塞细胞 好 那食物的传导呢 就叫做 泥塞 这样的一个构造 那这些部分是在 增弦 这个分类群才有的 好 所以你去把它切 把那个 牙的部分呢 把它切开 你看 你看 你会发现中间有这些构造 外面的 当然是 薄壁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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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靠近中间的部分 是hydro的导水细胞 在外面的是 泥塞细胞 所以它中间是 水分传导使用 边缘这些是 就是养分传导使用 那它叶的部分呢 事实上它的叶的部分 也发展到 有类似像我们 一般陆地植物叶片的构造 它形成类似像 中肋的结构 所以你看那个 环状排列的小叶呢 它其实 你把它拿到写文印象 你看它中间是有中间 这个构造 midrib 所以 叫做中肋 那它当然是结构单 比较简单的结构 它的运输水分 养分 当然没我们一般的 陆地植物那么好 所以它这个小叶 其实并没有很大 但是这个叶片呢 通常你去看的话 光颜显现实性 透光的时候 它一般来讲是 单层细胞 单层的光合作用细胞 所以它的叶片很薄 那也为什么没办法脱离水的环境 因为本身来讲 它的防止水分散失的能力并不好 但是它有大量的什么呢 能力去进行 有叶绿体进行光合作用 所以它还是可以维持本身来讲 整个植物的一个什么的生存 那尤其真弦类呢 通常来讲 这类型的细胞都会有巨大叶绿体 跟什么呢 跟它的 在光线不足条件底下 可以顺利的进行光合作用是有关的 好 那气孔 在这类型的植物里头呢 其实你是可以去寻找到 在它的精的部分 它的小叶音位置 请记得它是单层细胞 它不需要 但是在一些特定的位置 它细胞层数比较多的时候 它必须透过这样的构造 去什么呢 去交换气体 好 那整个生活史呢 其实很简单 怎么说很简单呢 一开始就普通类麻 它从包子萌发之后 就开始 单列细胞分支 一直长 长了之后呢 再往上 开始形成牙体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形成牙体往上生长 就变成它真正的配子体的部分 所以 一个prolema 一支延伸 一个牙体 一个牙体 就开始顺利的往上 开始生长 然后呢 当然它的光的作用 就顺利的继续进行 好 那 到了 上方 肠精气 肠卵气 散出精子 去跟卵结合完毕之后 就直接 在原来 原来肠卵气的位置 一样就是刚刚讲的 原来肠卵气的位置 直接 受精卵就有失分裂 然后细胞分化 最后去形成包子体 那 包子体呢 你去看的时候 我们先不用去看 原来属于 肠卵气的那个硕帽 它的硕盖的部分 当然呢 本身来讲呢 就是在 顶端 有一层 薄壁细胞 在干燥的时候裂开 让这个盖子掉的一个构造 但是呢 它里面就会有这个 我们特称之为 parisot 硕齿 它事实上就是在整个硕帽里面 环绕的 两层以上的分支结构 类似像尺状结构 那这样的构造呢 它随着它的干燥潮湿 干燥潮湿呢 会形成弹性的一个运作 同时就让里面的硕齿呢 可以往外弹 那这样的动作的时候呢 当它干燥的时候 它升职 它就有能力把什么 把包子呢 把它向外弹出去 所以它有功能 是可以什么的 是可以帮助包子的散发 所以潮湿干燥 潮湿干燥 就会造成这个所谓的硕齿 它的一个运作 好 那干燥之后呢 你会发现呢 它的弹力出现的时候呢 这个包子就会弹出去 那如果这个时候又有风的时候呢 就有机会让包子 可以散发更远的距离 好 那我们这就不直接讲了 这边你看到很清楚的 这个盖子打开了 还没有掉 所以它整个这一层薄壁细胞 干燥之后开裂 然后呢 盖子到最后这里 还没有掉的状况之下还在 但是这个时候 硕齿已经在运作了 你有没有看到那一颗白绿 那个黄色黄色的小颗粒 那个包子已经开始往外散发了 所以这个时候 事实上包子在往外弹 往外跑的时候 好 那当然这是整个的一个过程 第一个这边是它的 什么呢 配子体的顶端 配子体的顶端呢 它会开始分化 不论是产生熊的肠筋器 或产生池的肠卵器 都必须没办法离开水 所以当你今天雨水来了 肠筋器里面的筋子 肠筋器破裂筋子出来 就有可能被弹过来 到肠卵器的顶端 分支的顶端的时候 它就会顺着通道 进来去跟卵结合 那当然是看这个时候 哪些肠卵器 它的通道细胞已经破裂 然后散发出化学物质 它就会顺利的筋子过来 好 那你会发现呢 每一个顶端 事实上来讲 通常都只长了一个包子体 因为通常它的肠卵器 成熟是分时间的 所以当你今天有一个肠卵器 如果顺利的 里面的卵顺利的 受精完成 形成受精卵 开始发育 其它的肠卵器就不够养分 因为初期这个包子体 所有的养分 都是由配子体来供应 所以对不起 这个就没办法再 其它的肠卵器 就没办法再继续发育 然后呢 往上发育 你会看到这个时候 白色的 那个帽子还存在 那个是它硕帽的结构 那硕帽结构呢 通常会比较早掉 再来才是硕齿的结构 那硕齿的结构呢 开始运作 硕盖的结构 然后硕盖结构掉了之后呢 硕齿才会运作 硕齿运作这个包子出来之后 如果到了顺利 到了含水的图朗表面 它就会开始萌发 产生这个什么 Potonema 这个丝状体 所以整个流程呢 基本上就会很顺利的完成 好 所以呢 包子体突出于 正是突出几公分 最长的我看过 大约是五公分左右 那当然这样的结构构造 你可以想象 它所有的养分 都要由配子体来 那当然也造成了什么呢 配子体的一个负担 好 如果说今天包子体 顺利的包子散出去 所产生的 在 油水的条件底下 它所形成的是Potonema 一开始所形成的 是原尸体 由原尸体 再去形成芽体 再去形成配子体 所以它整个流程 大约是 这样的一个过程 好 那 一般来讲呢 像Potoma中类的 它顶端的塑帽掉了之后 这个塑盖 随着它内圈薄壁的塑环细胞破裂 也会跟得掉 再利用里面的塑尺 的一个运作 去什么呢 散发包子 所以整个流程 其实你去看 今天所形成的原尸体 所以 它大量的 分支 大量的 形成丝状结构 在不同的位置 会形成芽体 一般来讲 真险类都是 雌雄易珠的 所以 这个时候呢 开始所形成的 芽体 往上生长 那 形成的 所谓的配子体呢 它也是雌雄易珠的 最后呢 在顶端的位置 它会去分别形成 肠筋器跟肠卵器 好 那 为什么要在顶端 那个 部分就很像一个 什么呢 往上开口的雨伞 所以雨一打下来的时候呢 如果刚才打在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肠筋器 已经破裂的状况 底下呢 就有机会 随着水珠的一个飞溅呢 把精子去带到 持珠的顶端 那同时 它上面也是类似 像一个开口钻的 一个盆状结构 就有可能会接受到 从长经器弹过来的 什么呢 水珠 然后里面带有精子 好 然后呢 精子去顺着 会顺着那些引导物质呢 去长卵器去跟卵做结合 再来这个受精卵 就恢复到二倍体 只有在这个阶段呢 你会看到二倍体的构造 但是请记得 旁边这些都是单倍体 所以这个时候呢 二倍体的受精卵呢 就开始进行有失分裂 形成胚 胚之后再往上生长 形成整个包子体 所以随着它的生长到成熟呢 它会把原来的这个位置的 长卵器呢 上方的把它顶上去 所以为什么 通常一样 你只看到 如果仔细看下方的话 只有一半的长卵器 因为它上方的位置呢 被顶上去 就形成我们在讲的硕帽的结构 好 那往上生长的过程底下呢 这些全部都是二倍体的构造 最后去形成它的包子体 包子囊 里面再经由减速分裂去产生包子 所以包子又回到了单套 染色体的一个阶段 那硕帽先掉 硕盖再掉 包子再散发出来 就完整的整个life cycle 那图码中经法检都是这类型的 好 邓提到了真弦类 它除了利用Problema的大量分支的情形呢 去产生牙体 之外 很有趣的一点呢 它具有断裂生殖的无性生殖能力 当然我们刚刚讲的Problema 基本上来讲呢 有可能 但是叶状的部分呢 在它叶的上方呢 也有时就会形成类似这样小牙体 而这个小牙体呢 碰触它的host碰触到地面之后 它也会顺利的生长 所以这种叶状的配置体呢 一样具有什么呢 再形成一个完整个体的一个能力 好 那刚刚土码中经法检呢 之外呢 像这个对葫芦险 其实也都是类似的 而这对葫芦险呢 更明显更清楚的 你可以去看到那个硕帽的结构 在它整个过程底下 你可以很清楚地去看到那个 原来长卵气的一个构造 好 那同样的 对葫芦险呢 你把它的那个 金的 我们不能讲金啊 就是那个整个牙体往上伸长 把它做一个横切的时候 你从外往内看 你会发现最外面一层 当然是所谓的epidermis 表皮 然后呢 它有一大圈的 薄壁的细胞 我们称之为皮层 cortex 这些具有储存物质的能力 那同样的呢 在对葫芦险的里面 你一样可以找到 导水细胞跟泥塞细胞 但是这个时候 它的导水细胞 泥塞细胞 它比较少 比较小 所以我们这个称之为 central strength的地方呢 中柱的地方呢 它一样具有什么 运输水分养分能力的 同时你把它的小叶 虽然只有一层的细胞 它中间有一个midrib 中热的地方 你把它切开来看 中间会连结的 这些一样是 导水跟泥塞的细胞 所以它的叶片也具有一定的运输能力 好 那 对葫芦险呢 在它的长筋器的部分呢 它的熊的 配子体的顶端的部分呢 它很有趣的一点呢 它会形成这种叫做paraphysis 所谓的旁途体 那旁途体呢 它会有一些很特有很特殊的现象 就是说呢 它一样进行光合作用 它有叶绿体 除此之外 它会形成有色体 尤其在这个旁途体 还有什么呢 长筋器的不韵细胞 一般来讲这些不韵细胞或旁途体呢 其实是没有什么功能的 主要都是保护 但是很特有的一点呢 在这里 在成熟的时候 对葫芦险类的 它会有 这个有色体的产生 一般很少见到 所以它有chromoplaster的产生 而chromoplaster呢 就会让这个长筋器 还有旁途体呢 去形成除了绿色之外 其他的颜色 包括橘色红色的一个现象 所以它的颜色会变得更漂亮 好 那在它的磁的部分呢 我们这边去看 它的磁的长卵器的构造 跟原来我们讲的图码中筋法碱都差不多 但是它的腹部的下方呢 这边 这边是下方 它是反过来看 那个图没有 我很好 就是这下方呢 它除了卵之外 它的下方这个区块 连接到 磁配体质上面呢 它的细胞层数跟构造 会更复杂 所以你会发现呢 这样的构造 可能跟它 在包子体 成长的过程里头 养分的供给 是有相关的 好 那对葫芦咸呢 它的包子体的部分呢 会是在整个真弦类里头最复杂的一个类型 一般来讲 像图码中筋法碱就很 就跟刚刚一开始所讲的 泥碳险或者是黑险比较相似 但是到了对葫芦咸这个部分呢 它整个包子囊 会形成各种的分化构造 它真正包子的位置其实很少 包子的位置其实很少 然后呢 你会从外往外里头看 外面的部分 在前方 会有同样的一层 特别薄壁的细胞 我们称之为 塑环但是最容易断裂的地方 这一整块是所谓的硕帽的位置 那硕帽的位置呢 如果顺利的破裂之后 外面这一层掉掉之后 里面这个没有 过去细胞变成很薄很薄这里 这是它的硕齿的部分 所以硕盖一层细胞 硕齿大约是两到三层细胞 但是你会发现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 Crumina 肘柱的地方 所以这个肘柱的地方呢 它反而是不太容易 让什么包子散发的一个构造 所以当你今天硕盖掉了之后 这个硕 肘柱在的一个位置呢 反而有点是阻碍 但是你去看它的包子在哪里 它的包子在种柱的边缘这一层 它有一圈的内 包子圈 包子囊体 同样的它在 外部这个地方 也有一圈的外包子囊体 所以它的善丝的方式呢 跟 我们在讲的 刚刚讲的图马中 或金马险不太一样 它是整个包子囊块 包子囊块的一个结构 所以当你今天要善的时候 它是一块一块丢出去 所以它的硕齿的运作 从内层外层这里的包子囊块呢 它就会一个一个被丢出去 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到下为止事实上没有一个定论 然后很有趣的一点呢 它这边这些空间的部分呢 你看到这里这些空间的部分 这里不是它的包子 这里是它的光合作用细胞 所以它在整个包子囊的部分呢 是具有光合作用的细胞 所以整个包子囊呢 除了由配子体 供应营养成分之外 它在自己包子囊里面 维持了一部分的光合作用能力 可以顺利的什么呢 去获得它的什么呢 一些碳水化合物 好 所以再把它 再往里头去看的时候呢 用SEN去看 这边没有拍得很好 中间那个 硕台没有看得很清楚 但是呢 硕台的外层呢 它就是一整层的包子囊块 Sporsec这里 所以这个时候呢 硕尺在运作的过程 它会把这样的一个包子囊块 直接丢出去 随着它干燥潮湿 干燥潮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方式 好 那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Hermos 图马中类的 事实上刚刚都讲过了 所以这个照片没有 在电脑上面看得比较清楚 你会看到很清楚 就是呈现一轮一轮 就是一螺旋形排列的一个构造 好 那图马中类呢 你如果看它的小叶 它的小叶跟刚刚的对乌鲁咸类 或其他的 又有一些不同 到了这一群的小叶呢 它变得很特殊 怎么说呢 刚刚在讲的那些 排险植物它是单层细胞 图马中的尖刺的小叶是多层细胞 而且这个多层细胞是复杂到 我们都看不懂的阶段 为什么呢 你去看它把它画成一个图 外面是一个上表皮 然后有一个明显的 往外的一个构造 然后呢它是一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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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胞存在 这个结构其实比较像 我们在之前所讲的地前有一些构造 是类似像这样 但是这在对不起 在图马中也有看到 那 这样的构造呢 是不是让它有更强的光合作用能力 或更高效能的光合作用能力呢 事实上还没有很好的配合在讲 所以发现呢 一条一条一条的系统 它们是有什么叶绿体的 那可能跟它的气体交换 跟光合作用效能是有关的 好 同样的图马中类的 它比刚刚讲的对胡如前类 它的中柱会更明显 表皮同样皮层很明显的 这个叫做central conducting的extreme 中央传导的构造 你会看到非常的明显 它的保水构造跟它的尼塞构造 尼塞细胞的 都很清楚的可以去区分出来 那甚至呢 它的这个中央通道的部分 再要进入小叶 那个 中热的部分呢 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有拉出去 的传导构造 那这些构造 那这些构造 其实都已经很像 我们之后要讲的 包子植物 或者是种子植物的一个构造 好 那 在野外看真的很漂亮 你看 它的长晶器 它的长软器 这是它的长晶器 它的长晶器 的部分 那些小叶 跟它下方在进行光合作用 这个螺旋排列的小叶 是不一样的 它上方的这些 小叶呢 刚刚有讲 它具有 有色体 它具有 甚至平展的能力 把它形成类似像一个 杯状构造 那当然就是可以让什么呢 水去飞溅把精子带走 好 那这个我们是不是讲 刚刚已经讲过了 基本上就是所谓的它的包子体的一个部分 包子囊的结构 缩帽 缩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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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包子 然后可以什么呢 顺利的散发出去 好 那在真险类里头呢 它还有 比较特有的一些分类群 因为它总共有九千多种 一般我们在看的 金法险 对虎如险 图马中 它都是顶身的 这个包子体 我们叫做顶身术 但是呢 在整个真险类里头呢 它有一部分是具有测分之型 就是说它会有 就是说它会有 中轴出来 然后甚至像一回羽状小叶的这种类型的真险在出现 而这个时候呢 它不是在顶身 它就变成益身术 所以 一部分的 是所谓的侧身 我们会叫 顶身术 那一般来讲 野外看到最多当然都是顶身术 但是这种类型的也存在 那它代表什么呢 它事实上在形成 但是 往上生长的植株的时候 它不是单纯的螺旋排列叶 它是还有分支 然后再从分支再长出小叶 这样的一个构造 虽然还是螺旋排列 好 这是所谓的 灌灰弦类 它就是所谓的什么呢 侧身术的结构 好 那 有一些特别抗污染的 你只要在污染地 很容易找到它 尤其在一些湿地环境 受到污染的时候 它常常会存在 是所谓的黄丝花咸 Foria 那 一般其他的 苔藓类在污染地 长不起来的时候呢 它一样 长得非常快乐 好 那当然也有一些呢 比较特有的一个结构 我们称之为 Stabit的 Filumos 所谓的羽毛线 那它不是真的羽毛 它是分支型 它是一回的分支 所以它往下生长之后 它可能再从侧面 再长出另外一个分支出来 所以你看到的类似像 一根羽毛 而且这类型的呢 它不大 大概只有三 两三公分 但是有的时候 在野外看的时候 会不会把它搞错 会把它放在绝类里头 所以通常来讲 这个都必须要刚好看到包子体 因为绝类的构造 跟苔藓植物的构造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是会有测真数 如果说今天 顺利的在那边 直接看到包子体的话 那没有问题 如果完全还没有的时候 这个时候必须要进 进一步的去看它细微的构造 好 那甚至呢 有些很讨厌的 那个叶片 小叶的部分呢 还长到跟其他植物的小叶很像 这种所谓的广叶型的苔藓植 Volomia的这种 你会发现呢 这个其实在野外看的时候 会不会被骗 因为它真的长得很像 我们一般的被子植物 小型的被子植物的叶子 但是如果你把它 拿到显微影下面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很有趣 它事实上叶片很薄 而且它有很多 就什么呢 透明 类似像透明细胞的结构 那当然它的中热还是存在 它还是具有导水的构造 但是导水构造 跟我们在讲的 一般被子植物的 尾管处是完全不同的 好 到这个问题